健保太便宜 健保太貴 那健保會考慮到經濟的效益 要是沒有錢 有時候就不會提供服務 所以醫療論述當中 有時候基本上是好 有時候不見得是很好 各位知道ICF 醫療的論述 全世界有些國家沒有採用 但是我們國家採用 我們國家採用表示說 我們國家應有先進的看法 但是有人就講 有好減症喔 因為這種論述可能會影響很多的狀況 包括有社會經過主義的想法 他說原來論述來自於我們的語言 如果我們語言第一改變的話 對聲音障礙者就可以不同的稱呼 譬如說中國大陸 稱呼聲音障礙者叫做殘疾人士 可是有人就不喜歡喔 那你說天老師我知道啦 社會主義喜歡用同志啊 就講說你是有孤獨症同志啊 因為他們叫做孤獨症叫做自立症 然後呢你叫做自能障礙弱智同志喔 這個可不可以啊 那有時候如果你用同志的話 但是你有實質的對待也是一樣的 譬如說我在這邊比較高 我是老師同志 各位是同學同志啊 那你說有差別嗎 老師那個是自言的改變嘛 大概意義不太大 所以有人就講 欸老師那經濟學的角度 或許可以啊 我們就給他社會福利嘛 其實假設想說 這些人可能他的資源不夠 那我們怎樣去看啊 有人說不是啦 現在主義就是說 每個人都不一樣啊 不就是多元論述嗎 為什麼要這樣昏啊 那其實各位可以發現就是說 身心障礙者他們期待的 是希望他們生命得到尊重 所以他們不管論述了 他們採取的是實際的行動 他就要障礙運動 就是說呢 生命當中要去爭取 要去努力 所以他們花費很多的時間來做 那各位就講了 老師那要怎麼樣去看啊 其實我們沒有什麼特別的答案 只是希望各位對生命當中 有多元的對待 所以各位進這個地方呢 我們提供一個壯破療法 壯破療法就是說 其實人的心界是可以很大 雨果呢 其實歸首師 這個世界最寬闊的是海洋 比海洋更寬闊的是天空 可是比天空更寬闊是人的修堅喔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我很喜歡的一段這個影片 這影片當中呢 提到生命障礙者當中 他生命當中習慣的一種做法 那這個基本上是什麼呢 講安德烈波切利 安德烈波切利當中 他生命很浪漫 可是他有障礙 那有障礙就讓他很浪漫嗎 他基本上從小出生就看不見 他本來讀法律的 可是在義大利當中 看不見的人要當法律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媽媽常常跟他講 你看不見啊 但是你一定聽到 我們聽不到的東西 所以上帝給他一個好的聲音 讓他去感覺不一樣 王毅佳有寫過一篇文章 叫做人生因為浪漫的傳奇 所以常常問學生喔 你們因為特教而浪漫的舉手啊 同學都老師 都把因為愛情的浪漫啊 然後因為照顧生命 災害者的浪漫啊 但是各位喔 生命可以因為各種不同事情的浪漫 那各位就會問我 那林老師 你對障礙有沒有比較高的境界啊 生命當中其實沒有比較高的境界 只是這種境界很難去描述 所以有時候講不出來呢 我就會用安德烈波切利的歌 來加以形容 安德烈波切利呢 等一下要看著這首歌 裡面呢 各位如果有聽過他這首歌的話 就會知道他這首歌 基本上是介紹呢 愛人要離他遠去 然後呢 愛人要離他遠去以後呢 他的一些想法 跟我們這個 席木龍曾經寫過一首詩啊 一棵開花的樹有點像 如何讓你遇見我 在我最美麗的時候喔 為此我在佛前求了五百年 等於說生命障礙者 可能會在 為了讓你看到他生命障礙喔 在佛面前求了五百年嗎 有可能 我們不太清楚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段影片 那這段影片呢 應該是有點版權啊 因為他是很有名的歌曲 那基本上呢 叫做什麼呢 該說再見的時候 因為我們要下課了 所以基本上呢 裡面就提到 生命當中美好的一面 他找了一個全世界 最美好的女歌音 來跟他一起唱歌 來唱這首歌 時間 那我們就給各位 聽一下這首歌 感覺一下 生命障礙 但是他也是最完美的一個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沒有辦法給各位完整 所以我們要給今天做個決議 那各位就會講 那林老師 你對聲音障礙者有什麼看法 其實聲音障礙者 給我很多的學習跟體悟 所以我常常會跟學生講 基本上都要當一個好老師 很有四句真言的 是從聲音障礙者學來的 第一個 把自己當作別人 第二個 再把別人當作自己 第三個 再把別人當作別人 第三個 再把自己當作自己 那各位說 林老師我看不太懂 前兩句講的就是同理性 第三句講的就是個別差異 第四句就是找回本來的自己 那各位就會講 林老師我發現喔 你們這個從事特殊教育 好像有點浪漫耶 其實不但是浪漫 是浪漫的不得了 但是呢各位這是一種理想 這種理想有時候很難達到 所以跟各位講喔 以前有一個很有名的這個詩人 英國猶太詩人叫烏曼 寫過一首詩叫做青春 Use 他講什麼是青春啊 我們有列給各位 青春非因時光流轉的老去喔 只因放棄理想幾多年 各位同學你們現在還年輕喔 但是呢什麼是年輕啊 有理想才叫做年輕 沒有理想就不見得有年輕喔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此告個段落 想不好的地方請各位同學多多包涵喔 也感謝助教給我多了一點時間喔 那我接下來就交給你們去做討論 謝謝各位 再給各位做一些障礙的說明喔 然後完了以後呢 我們就會針對今天的主軸障礙物數 給各位做一個介紹 那因為剛才助教跟我講說 我們還是有點時間啦 所以我們等一下大概在 大概五點鐘左右喔 會給各位做一個障礙的小體驗 就我們兩個人一組 一個人半眼看不見的人 那另外一個人半眼看不見的人呢 稍微帶他去走一下樓梯 但是不要故意給他走很危險的地方喔 就是說你要危險動作要制止他喔 然後另外呢 就是給各位在體驗的時候 大概有些人也能做一下電梯啦 因為我們電梯基本上是無障礙的 所以說你進到電梯當中 他會有聲音跟你講這是幾樓喔 包括等一下如果各位有機會 坐電梯的話 雖然上面有寫什麼 只有聲音障礙者 跟這個老師可以做啦 等一下如果各位今天 辦理聲音障礙者 你可以稍微坐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 一出來以後 可以摸一下電梯的旁邊 他會有點字的 每一層樓在外面當中 可以摸的時候可以感覺得出來 那各位說為什麼要這樣子啊 其實道理很簡單喔 就是讓每一個人都知道 不管有沒有障礙與火 都可以接受教育的 也可以接受生命當中不同的狀況 那我們進回到剛才的主軸喔 剛才各位看了影片 那個影片當中 給你最大的感觸是什麼啊 有沒有同學可以簡單的講一下啊 有沒有 有沒有同學有一些想法呢 沒有喔 來 我們我隨便點喔 還是有同學要主動的講一下 這是看了影片給你什麼樣的感觸啊 有沒有 要不要同學你講一下 沒關係你的感覺就對了 你自己的看法 對 好像感覺失去視力啊 很悲慘啊 因為這個影片當中 以我們學這個聲音障礙者來看啊 可以覺得有點奇特 為什麼奇特 不能說到荒謬啊 就是說如果說這兩個人感情真的很好的話 基本上呢 你可以給他一個角膜就可以了啊 不見他兩個都給他啊 兩個人都看見不是很好嗎 為什麼要兩個都給他呢 一個人一個 一樣可以過得很好的生活啊 對不對 那以前會給校長看過 有校長舉手 你看嘛就是那個男生啊 難怪他把兩個角膜給人家 他有罪惡感嘛 因為他把那個東西擺在那個地方啊 是他的錯啊對不對 一天工作一天講手機 難怪他還不專心 好 那這個是每個人解讀不一樣 那我們剛才看的時候 各位可能有看到那隻狗 有沒有看到 男生在最後的時候 那根據我們國家的聲權法 有規定的喔 如果島王犬在工作的時候 是不能夠遊戲的 可是老師沒有啊 他是坐在那個地方啊 他跟他的狗在玩啊 都算是不太能夠這樣子的 就是說 所謂就是說他在家裡 因為他那是公共場所 基本上我們就期待這個島王犬 還在工作 就像有時候 各位如果看到島王犬 在工作的時候 不要突然去叫他啦 或等等啦 或拿東西誘惑他啦 因為他是在什麼呢 他在服務人類 幫我們呢 一些視障子朋友 來做一些什麼呢 照顧 那各位說老師 那這個生命的照顧當中 為什麼要這樣子啊 那其實生命的照顧當中 有多元性的喔 那我們接下來再 給各位再看一下 障礙的類別 我們等一下再來 跟各位再做一些互動 那剛才已經看過視障喔 那什麼是聽障呢 各位知道海倫凱樂是盲多障 他看不見都聽不見 如果人家要到他家裡的話 如果他現在的話 你要先跟他約好喔 老師可是他看不見 他聽不見 他怎麼跟人家溝通啊 他有兩種溝通方法 一種是在手裡 手當中寫字 叫做手指引 英文叫做finger spelling 老師在上面寫ADCD啊 就是把這個字母學起來喔 另外凱倫凱樂 你會講話 老師他看不見聽不見 你會講話喔 當然可以啊 他身帶沒有問題 他怎麼學呢 因為這卡多瑪的方法 老師用四個手指 擺在他的身帶這個地方 另外大拇指擺在他的嘴唇當中 所以當別人講話的時候 嘴唇在動 身帶在震動的時候 他就一個字一個字去學 所以海倫凱樂呢 基本上是盲多帳 第一個拿到大學畢業 又寫了很多的文章 如果你要到他家裡去 怎麼辦啊 按電影他聽不見啊 敲門他也聽不見啊 基本上在現在的話 他可能會去輔助科技 你要去跟他約好喔 他就會在家裡 電風扇的前面等你 當你按了門名以後 電風扇就開始轉了 喔 有人來了 欸老師原來是這樣子喔 沒有錯 有時候會通過其他的 輔助科技當中 來做生活的 那各位就會講的 如果跟你選擇的話 你會選擇看不見啊 聽不見啊 各位你會選擇哪一個啊 你們知道海倫凱樂 做什麼選擇嗎 我們在資料當中有 各位同學我這邊有講義喔 有些人可能 剛才晚一點來 沒有拿到 等一下給你拿一下 海倫凱樂呢 選擇什麼啊 他選擇 如果給我選擇 我願意選擇 能夠聽得見 可能凱樂很通靈喔 各位知道眼睛只要閉起來 就看不見了 可是聽覺呢 是無所不在的 在媽媽的肚子的時候 懷孕的時候五個月 聽覺就開始啟動了 一直到人往生以後 聽覺都還聽得見 老師 哇聽覺可以這樣子喔 但是海倫凱樂的目的是說 當我聽不見的時候 我就跟人失去互動 人基本上要學習 都要做過聽覺了 那基本上最好是不要失去了 那各位說聽覺是什麼呢 聽覺簡單的講 如果這個人基本上聽力 在25分內以下聽不見 他就可以接受接觸教育 但是注意喔 要拿障礙手冊 要55分貝 才可以拿障礙手冊 25分貝大概多少啊 像我這個手錶 基本上是滴滴答答在手錶 如果各位把在耳朵當中 聽不見 恭喜你喔 你可以接受特殊教育 因為他大概25分貝 但是呢 要是聽不見 稍微看一下 是不是電子錶 電子錶本來就沒有聲音 不用緊張 那如果我現在講話 你聽不見的話 可能就要注意 我現在講話的聲音 大概是55分貝 如果聽不見 基本上 你就可以拿障礙手冊 欸為什麼接受特殊教育 標準比較低啊 沒有錯 這我認為呢 接受教育的門檻比較低 可是如果你要拿障礙手證 享有相關的障礙福利的話 你要標準比較高一點 武術分貝呢 很多人很容易達到 老師怎麼會很容易達到啊 各位知道 原來我們聽力啊 聽得見聽不見得透過什麼呢 透過毛細胞 我們耳瓜當中的毛細胞 毛細胞基本上呢 大概在20歲以後 如果各位有時候iPad啦 或是聽iPhone有沒有 聲音很大聲 基本上呢 每隔5年 日本有做過研究 人年紀大了以後 過了20歲 每隔5到10歲 聽力都會減少5到10分倍 如果你聽得特別大聲 損失得特別快 所以很多人到了55歲以後 攻擊你 大概就可以拿障礙手冊 欸老師你怎麼這樣講啊 我講個事實話 因為障礙是人類普遍 不同的現象 它是生命當中的事實 可是呢 很多人把這個生命 不同的事實問得過接受 所以各位看以前專家跟你講喔 慢慢就怎麼樣子啊 齒乏動搖啊 有沒有 慢慢基於克法啊 人老的就會這樣子 那可是呢 有些人可能先聽就會有 像語言障礙 有些人有沒有 講話音不標準啊 他是屬於語言障礙 夠音的 有些孩子會把蘋果 唸成苹果 有沒有 夠音 唸不清楚 但是不能怪他 其實有時候是什麼呢 有時候是文化造型的 像各位知道 本省人有時候講佛語不太清楚 因為閩蘭法當中呢 很少有純子音 有沒有 閩蘭法當中呢 沒有純子音的 他沒有這個 痾這個音 所以你要先讓一個人 從小他沒有接觸過閩蘭法 學習國語的時候 他講話就會有問題 明明是發生什麼事 他就跟你講發生什麼事 那可不可以怪他 不能怪他 因為這跟文化有關 所以各位可以發現就是說 原來一個人音不清楚 包括語上一常講話 有時候是口即或訓即啊 都跟語言障礙有關 那這個是屬於身體的 包括肢體也有喔 剛才同學有講說 老師有肢體障礙耶 我們剛才看了 看了有沒有 約翰霍迪斯啊 包括尼克胡者 都是屬於肢體障礙喔 那肢體障礙各位知道 像我們這裡有規定 肢體呢 有上肢的 有腳的 也有躯幹的 兩個大拇指都沒有了 就是親戶的肢體障礙 然後呢 比如說老師 這兩個手指很重要 大拇指跟四指很重要 我可不可以換一下 可以 另外三個手指 如果都失去功能 就相當於這兩隻 就可以拿親戶的障礙手指 真的喔 老師那我腳手指很重要 我可不可以用腳來換啊 最好一樣 各位知道如果腳指頭的話 那拿障礙手指要十根腳指頭 都沒有 才可以拿親戶的肢體障礙 真的嗎 老師你不要開玩笑喔 那這個是政府規定的 不是我規定的 我們政府呢 基本上 對肢體障礙 在障礙等級當中 他有一些規定 就考慮到這個人的功能 所以我們剛才助教我講 可能這個功能不行啊 產生了一些情形造成的喔 包括長短腿 基本上 也會有這種狀況 讓他行動不方便 都會有 包括呢 情緒 大概跟各位講 很多人有情緒跟煩惱 那我們情緒跟煩惱當中呢 拿障礙手指的最常見只有兩種 一種是中途的憂鬱症 一種是屬於慢性的精神疾病 慢性的精神疾病 基本上都泡花在二十幾歲喔 男生跟比例的 女生的比例是差不多的 有些人會有幻覺 會有幻視 有些人會有幻聽 就別人看不到 你會看得到 那別人聽不見 你會聽不見 那有些人會有什麼呢 互相的行為 譬如說可能整個人 心智能力就不行了 那有些人可能會身體僵硬 有些人經典上呢 可能會有什麼呢 會有不合理的行為 那這個要找精神科代理 那大學生比較多的 都是情感性的疾病 就是屬於什麼呢 優異症比較多 那優異症我們政府的規定 就是說這個人可能不快樂 然後會怪事情 生命找不到醫療 要兩個禮拜以上 才叫做優異症喔 那情感性疾病 還有一種就是造症 那造症基本上就是說 你無來有的覺得人生很快樂 快樂的不得了 但是呢 基本上只要連續快樂一個禮拜 就可以把它張開手冊 不是喔 就叫做造症 可是老師為什麼造症是一個禮拜 優異症兩個禮拜啊 因為有人演化來保命的 人比較容易不快樂 到某個地方危險有沒有 這個地方我們來過危險 要把它記住 這個地方就不來了 所以我們人基本上容易優異的 所以基本上如果超過兩個禮拜 但是人比較不容易快樂 所以各位同學要是連續 一直很快樂啊 一個禮拜 你可能就是有這種情感性的疾病喔 那有些人基本上是有恐懼性 有些人擔心未來發生的事情 有些孩子是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過動衝動注意力不集中啊 有些人有妥瑞事症 就是說大腦不密太多的都罷了 讓他呢 人量很高 你要站起來動不動 坐在那邊是不行的 跟帕金森症剛好顛倒 那這些又是屬於什麼呢 我們身心障礙者 包括有一些人有肢皮症 譬如說以前各位有看過一部韓國片 有沒有很喜歡跑步的一個小孩子 叫做馬拉松小子 有沒有看過 他就是自閉症喔 那自閉症呢 比較特別 自閉症呢 證據我們政府的規定 跟ICD 世界衛生組織當中定的 這個 就是說這個疾病的分類員 裡面規定 就這個人呢 基本上在三歲以前 有三種現象產生 就叫做自閉症 第一種就是說 這個人口語能力比較差 就是說不會講話的 就是說自閉症的孩子 是不太會講話的 那如果障礙程度很重 幾乎一句話都不講 障礙程度中度的會講兩種話 一種是仿說 一種是英無語 你跟他講同學好 再跟你講同學好 不是啦 老師跟你講同學好 說老師好喔 再一次同學好 結果他還是說什麼好啊 同學好 這叫做仿說 那有時候他對一個語言 可能一直很故作 他會喜歡這樣一直講 欸麥當勞麥當勞麥當勞喔 那這個基本上 有時候沒有多大的意義 但是中度自閉症會有這種前線 那輕度自閉症呢 會跟你鼓動 可是基本上比較缺缺主動的 一種互動的狀況 那自閉症比較多的界點都是社會悟通困難 譬如小時候媽媽會跟你講 這個孩子很好戴 長大以後呢 基本上就不跟人家眼睛有接觸 他基本上呢 重度的 連看都不看 重度都看 看一下就低下來了 輕度呢 看一下眼睛就低下來了 大概就是不喜歡人家接觸 然後第三個 他會固定跟有限的行為 什麼意思啊 譬如說他基本上喜歡 穿固定的衣服 走固定的路喔 有這樣的特徵 那有人就講 自閉症喔 最常見的狀況呢 是一種心智理論缺乏 基本上也有一些理論當中 認為心智理論的孩子呢 基本上在三歲以前啊 人他到別人的時候呢 可能會模仿 可是呢自閉症的孩子 因為這個機能啊 在三歲以前 可能是產前產中產後受損 基本上就產在這種情形 那有些專家喜歡用一個故事啊 來描述 就是說如果你有這種景象的話 就可能有自閉症的這種特徵 那什麼樣的故事啊 這叫心智理論的故事啊 那我就問一下同學啊 各位同學可以舉手 但是不見得表示你有自閉症喔 所以不用緊張 那這個故事這樣講的話 就這個是莎莉 這個是安妮 莎莉過來把她的球 擺在籃子當中 莎莉就離開了 安妮呢 趁著莎莉不在的時候 把球從籃子當中拿出來 擺在箱子當中喔 接下來問各位同學喔 如果你是莎莉 你回來要到籃子去找球的 請你舉手一下 好 謝謝 如果你是莎莉 你回來到箱子去找球的 請你舉手一下 那各位說老師 到底是哪一種舉手是 是有自閉症景象 你不講我都不敢舉耶 各位喔 多數有自閉症景象的人 會講在箱子 因為他已經看到球在箱子 可是你要跟他講 林曉明老師剛才不是這樣問的喔 我當然知道球現在在箱子 可是老師是問你 如果你是莎莉喔 莎莉剛才把球擺在籃子當中 莎莉就離開啦 所以莎莉不曉得球 人家怎麼樣把它拿了 所以老師問你 如果你是莎莉 你回來到哪裡找球啊 有百分之百的99 有人說是99 有人說百分之百 自閉症景象 會跟你講到箱子找球 為什麼 因為基本上 你看到球在哪裡 可是老師不是啊 老師問你說 如果你是莎莉啊 像如果到這個階段的話 多數的同學就會講 老師如果我是莎莉 我剛才把球擺在籃子當中 我回來當然到哪裡找球啊 籃子 可是自閉症 無法做到這件事情 因為他無法進入到別人的世界 去做這樣的什麼呢 想像 這叫做同理心 也叫做心治理分 我們很多的學習當中 那有人就講自閉症 它是比較缺乏 不是表示完全沒有喔 所以基本上呢 各位就講了 老師 那我們大腦的世界 真的是很特別耶 那如果有這種情因 當然就要特別的照顧喔 沒有錯 可是呢我們要跟各位講 基本上呢 有些人有各種不同的障礙 但是有些人的障礙 是看不清楚的 像學障就是這樣子 老師 學障是什麼狀況啊 學障剛才跟各位講過喔 學障就是大腦呢 輕微的損傷 造成這個人 自己跟別人一樣喔 做什麼事情都可以 但是呢 有點障礙 這種人有時候會讀資源班 我們聽過一個 很有名的明星 叫做潘姆克魯斯 潘姆克魯斯就點擊了學障 他小時候呢 讀科書班 因為考試的時候 每次都考鴨蛋 老師問他了 潘姆克魯斯 能長得這麼帥啊 怎麼考試都不會啊 老師 因為我有障礙啦 你有什麼障礙 看你長那麼帥 怎麼障礙啊 老師 我不能夠看字啦 亂說 你根本就不認真喔 來 我們給各位體驗一下 體驗什麼呢 體驗一下潘姆克魯斯 我們這個地方有個例子 洪麗毅老師呢 台詞大的教授 曾經給學生做過這樣的演練 就是有學上的孩子 老師叫他念文章喔 閱讀障礙的孩子是這樣念的 本來叫做 勞理晚上開車 發現一群大男生 因為他有閱讀障礙 看字會跳紙 就變成這樣念 老牧子日遠上開車 包王就一斤梁大田綠生 口尾區一個瘦小白嫂子 素來有正義賢心白嫂老牧子 大聲口惡主病 按口勒口巴 子害者呢 一門共和善 剩下日軍倒在補眼白嫂傷者 老牧子將子害子抱走影 打竹目 老師這個事只會連跳過去 中驅醫院 才吸引放上車 子害者卻選男優心車端 不用念了 林曉明老師生氣了喔 老師看你平常都掉了鈴鐺的 你看嗎 不能夠好好讀書 老師跟你講 情不能補著 回去練十遍了 好了老師我會練十遍了 老牧子日遠上開車 我會見一遍了 林曉明老師 各位同學 你一百遍有沒有笑啊 沒有笑 那為什麼呢 各位情不能補著 方法跟智慧才能補著 同樣我們對 聖經障礙者的認識 也要有智慧跟方法 這個智慧跟方法 就是要改變 我們的一些概念 才可以的 為什麼呢 我們先從歷史當中 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剛才給各位看了 媒體的一些狀況 因為這堂個叫媒體在線 所以各位可以發現 原來我們在歷史當中的 眼光切結點不同 產生對障礙的解釋也不一樣 這是為今天來跟各位講的 主要的目的 各位先看一下歷史 坦白中講喔 以銅為敬可以整一關喔 以骨為敬可以置心地喔 以人為敬可以名得失喔 但是呢 我們重要是要給各位 去掌握特殊教育的歷史 跟社會福利的歷史 跟身影障礙者的脈動 那這個就要花一點心思 讓各位去體驗一下 所以說體驗以後 才能夠掌握Eleton所講的 傳統不是繼承可以獲得的喔 你要獲得就要怎麼辦啊 就要去透過心智的努力 就要去思考 那各位說 老師為什麼要思考啊 很簡單 因為思考當中才可以知道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時代 就他們比所講的 未來的時代 一定是一個 整體人類伍子的時代 那各位說為什麼會這樣子啊 我們稍微從歷史當中 給各位看一下身影障礙者的狀況 我們講義資料當中 有看各位講過 如果你生長在古希臘羅馬的時候 你只要這個孩子有障礙 就把你丟在身上 斯巴達教育更奇特喔 這個孩子把他擺在水中當中 如果這個小肥皮會哭 會爭吵 就把你救活 要是不能夠活 就把你逼逼 他們有一個專門在 做這個身影障礙者 檢驗的觀喔 那羅馬呢更特別 因為他們對這個什麼呢 慈悲很崇拜啊 所以他們有個慈悲廟 但是如果有孩子你不喜歡的 你可以買一個籃子 這籃子呢 可以幫你的孩子 擺在這個籃子當中 透過護城額就送出去了 這孩子的生命就結束了 蛤老師怎麼這樣子 他不是儀器嗎 各位那個時候沒有儀器了 所以各位都有看過 日本有一部影片叫 遊山解考有沒有看過 就是說那個時候的 經濟環境條件不好 有沒有要務農 天氣很冷的時候 媽媽沒有東西吃啦 只要請媽媽到山上 怎麼樣子啊等死 有沒有 就是說生命的價值 有時候會受到什麼呢 受到社會經濟的條件當中影響的喔 那各位看中古世紀 人類的解釋更奇特 中古世紀當中呢 有什麼論述啊 等一下會提到 論述呢會改變 老師你都不先講 我就有點擔心了 我先把這個例子講 就講到論述 各位知道中古世紀呢 強調以基督教跟天主教 神的觀念來看世界 那這個神的世界當中呢 當然對人類有好處 但是有受解讀錯誤也會產生一些狀況 因為那個時候呢 有些人就解釋了 身陰障礙者怎麼造成啊 神創造宇宙萬物 每一個生命都是完美的啊 可是有人怎麼會不完美 那可能不是上帝創造喔 是誰創造的啊 撒旦跟魔鬼 有這樣的一種解讀 造成很多身陰障礙者 從此就被釘在十字架喔 然後基本上 有些人就 比較有錢的 就到這個什麼呢 教堂 被人家照顧喔 多數的身陰障礙者 都死亡比較多 沒有辦法照顧了 然後到了無益故心 開始以人的世紀為主喔 人開始很心思了 宗教也開始改變了 開始進入恩典時期喔 才發現 生命不是這樣子的喔 沒有錯 各位知道 宗教有時候有善的解釋 有時候有不善的解釋 那對我們身陰障礙者 影響也很大 舉例來講 早期就義的時候 就會產生這種狀況喔 那現在就不一樣 各位知道 像門柔醫院在花蓮 他們的 如果各位見到他們這個機構當中 就講一句話喔 他們基督徒 如果你照顧我們弟兄當中最小的喔 就不同照顧天國的父侍一樣的喔 弟兄當中最小的是誰啊 聖經障礙者 所以門柔他們現在 聖經障礙者開始照顧耶 因為呢 照顧聖經障礙者 照顧誰啊 天主耶 比如說看到聖經障礙者 以前看到撒冷魔鬼 現在變成是什麼呢 上帝耶 所以各位同學 你要是有宗教信仰的話 就要這樣的概念喔 像有一個女孩子叫做 年娜瑪麗 寫了一本書叫做 用腳飛翔的女孩 各位有沒有看過 他來台灣有唱過歌喔 用過他的腳 因為出生的時候沒有手 只有一隻腳 然後呢基本上 他媽媽希望他能夠 成為崩興嗎 不是 他希望能夠傳教 他後來就成為一個天使 到處去唱歌 然後呢 他就根據聖經的話來講喔 現在新約的聖經 跟以前不一樣喔 我們現在在恩典的時期 有人就問他 這個耶穌啊 這個人喔 天生就看不見 是他上輩子做錯事 神要阻挖他 為了讓他看不見啊 耶穌說不是 那是不是他媽媽做錯事 要阻挖他爸爸媽媽媽 也不是喔 為了榮耀上帝 所以各位你看 在我們不同時期當中 對聖經的解釋不同 對聖經障礙者的看法 也不一樣 佛教喔 早期很多人就佛教講 英國論有沒有 欸可能是天前啦 老師可能是佛教造成喔 各位 你也對佛教不解 佛教基本上是希望我們了解 英國也能夠操英國 能夠入一切境 國會即興主轉 能夠轉一切境 佛教當中有兩本經 也是講聖經障礙者 基本叫做藥師經 發了十二大院喔 其中對聖經障礙者 特別照顧 即宗教團體有沒有 就是用不掉世經 對聖經障礙者很多的照顧 包括地上菩薩本念經喔 佛師之講說呢 欸中國人都要讀喔 因為是講孝經 那釋迦牟尼國講經說話 四九 連講一部經有人鬧倒 其中呢講地上經的時候 是全部到齊了一次 因為這本經很重要 這本經是講一個女孩子 上輩是一個女生 結果媽媽呢 做錯事在地獄受苦喔 她會媽媽刮了一個很可愛的念 叫做地獄不空 事不成果 那老師這個跟聖經障礙者有關嗎 有 因為地上菩薩一開金口 問釋迦牟尼國 釋迦牟尼國 我有問題喔 這個世界上有人喔 胡報很大 有人胡報很少 這什麼事情啊 他說要胡報很大 只要對聖經障礙者 做到三件事情 你的胡報就大得嚇死人 哪三件事情啊 第一個 嚇親含笑 關到聖經障礙者喔 嚇親就是什麼呢 要同理心蹲下來 含著微笑喔 不是嘲笑喔 要安慰他 欸有什麼需要我能夠幫忙的啊 你照顧他 各位同學你知道你的胡報多大 如同不敢繼續攻遍法界 過去佛 現在佛 未來佛 所有洪菩薩都讓你共養到喔 而且百生千生 受用無欠 家裡深深深深深 吃的 用的穿的 沒有一樣有缺少 而且人家的倉庫七寶劇組 哪七寶 黃金鑽子 車去馬老 有多少有多少 真的嗎 如果你相信當然就是真的 因為這是帝當心講的啦 就是可能這輩子你不太到 不得到下輩子就是了 二老師 那這樣子大家不是 對聖經障礙者會照顧到嗎 沒有錯 因為呢 宗教的解讀不同 產生的狀況也不一樣 像各位知道 台灣的行修工跟行天工有沒有 這馬英九總統也去行修工 有包紅包過年的時候 拜這個什麼呢 關聖地獻 他裡面有一個 烈聖寶金合作也講 他說呢 世間不平等事啊 全平一領生千 這個講的就是什麼呢 講的就是 我們在歷史當中啊 其實不管是宗教 我們對生命基本上 有不同的看法 都會造成 聲音障礙者不同的結局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美國就是這樣子 一直到英國 各位知道喔 人類在農業時期 對生命障礙者都很刻薄 因為養不活自己 那各位說 工業革命就比較好一點嗎 各位知道 18世紀的時候 瓦德化民政經濟 能力開始大太生產了喔 那時候勞工開始密集了喔 英國開始賺錢了 可是就剝械童工 剝械童工以後 英國一三半以後 就定了一個貧窮法案 他說 生命障礙者跟童工啊 很可憐喔 我們要照顧他 最早的福利法案 這個定出來以後 就講 窮人就還該什麼呢 生命障礙者 他說 這麼有意義照顧他 那各位就要講 老師這個觀念為什麼改變啊 各位喔 這個改變一直改變到現在 包括對生命障礙者 照顧啦 婦家啦 都有改變 為什麼呢 各位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我們的論述改變 那論述 基本上各位就講 老師什麼是論述啊 來我們先講一下 這個人 這個人叫做Michiel Foucault 那為什麼要講他 因為我們要給各位做體驗 時間不太多 快速的提一下 Michiel Foucault是法國 很有名的哲學家 後現代主義結構子 但是有人說他 是 但是他自己說他不是 他只研究三種人 但是呢 研究的都是 生命當中被圍的人 研究技能 研究建議當中被關的人 研究艾滋病患 研究這個什麼呢 生命障礙者 但是他本質也是 艾滋病死亡的 所以人家呢 不喜歡聽他演講 有些人害怕 也許他疑心態盪 然後看到他的時候 覺得說他眼睛透露著 邪惡的眼光 各位喔 這也是偏見造成的 這個人 他寫了很多本書 他是屬於當代 解構主義的代表 那為什麼呢 他說人啊很虛偽 他把人的虛偽把它拿掉 他用一個論述行購來看 為什麼呢 我們講論述行購的時候 就要提三個人 其中一個人是很有名 叫做Social 瑞士有一個很有名的哲學家 叫Social 他是解構主義大師 他提出什麼呢 提出語言啊 基本上他是可以解構的 語言可以解構成兩個東西 一個叫做signify 一個叫做signify 比如說要講桌子的時候 桌子就是一個表真 是一個signify 可是我在講桌子的時候呢 他就被我表述了 所以這個表真跟表述 才是主理跟課題 所以當我們在講一件事情的時候 是有主理跟課題這個狀況的 後來有一個人拉綱 結合佛洛伊德的概念 又把Social的概念 下來延伸 因為佛洛伊德講 人基本上不講的話 你講的話還要重要 人有貪生怕死的欲望 叫做liberton 那這個貪生怕死的欲望呢 人有很多的衝動 基本上是不講出來的 大概有75% 叫做什麼呢 潛意識 小朋友跟你講 媽媽 弟弟要吃糖 弟弟真的要吃糖啊 實際上是誰要吃啊 他自己要吃喔 所以基本上呢 佛洛伊德基本上講 人很多話不敢講喔 可是拉綱就把Social 跟佛洛伊德的結構的話 結合起來 他說呢 語言是欲望的呈現 欲望是人類生命的核心 他說呢 這個是我們生命當中要知道 後來呢 顧客就把這個東西在家裡應用 他說呢 原來沒有錯 語言是我們欲望的呈現喔 可是語言後面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論述 什麼是論述 原來人透過話講了一套系統 就叫做論述 舉例來講 剛才各位看到唐太宗喔 唐太宗在那個時代叫做軍權神獸喔 如果你在那個時代當中 所有的財產生命都是誰的啊 都是皇帝老爺的 所以基本上你要結婚 包括官司一服上 看到唐太宗你要改名耶 為什麼要改名啊 因為他叫做李世銘嘛 所以基本上官司一服上 就要改成什麼呢 官英批上 他名字比較大 可是跟我現在這個時代就不一樣喔 這個時代 基本上各位知道喔 18世紀 人類基本上開始改寫了 各位知道 這個台大有一個聽 叫做洛克聽 有沒有聽過 有喔 洛克聽基本上 那要提出什麼呢 天護人權喔 各位知道在天護人權的論述當中 就不一樣了 因為這個皇帝是我們寫出來的 洛克就講 人類很狡猾 人類常常用論述 去合理化他的知識跟權力 造成知識的權力跟壟斷 他說如果要把這個論述 下來結構以後 人的知識基本上是很可悲的 因為既然他都是為了什麼呢 為了服務自己 那各位就會講的 林老師那你提過洛克這個概念 是講什麼呢 原來我們聲音障礙者 跟各位報告 也有四種論述 第一種論述 就是常見的素質的論述 很多人看到聲音障礙者 哎呀他好可憐喔 他有障礙耶 他看不見 可能是天前論喔等等 各位這個叫做世俗的論述 因為有這樣的世俗的論述 造成很多聲音障礙者 從此就過著悲暗的生活 各位 那各位就會講 老師那我們中國有沒有論述啊 你剛才提到的時候 提到這個中國 外國講完了 中國好像沒有談耶 各位 我們中國早期是有論述 可是後來已經被其他的論述打敗了 那個人叫做莫子 莫子講堅礙歸功 基本上呢 到處磨領防種喔 以立天下 跟人家講 你的爸爸要照顧喔 小孩子要照顧 身心障礙者要照顧啊 所以劉德華曾經也過一部影片 叫做莫公 各位看過 講的就是莫家喔 不喜歡人家打仗 可是呢 這個人的論述呢 基本上被人家污名化 誰污名化啊 儒家 儒家基本上 各位知道 董仲書獨尊 儒家大處百家 有好處有壞處 但是壞處的部分 就把社會福利的思想給切斷了 為什麼呢 各位看一下 因為呢 儒家在那個時候呢 如果各位看一下 孟子有講過喔 他說那個時候 天下只有兩種語言啊 太亂了 為什麼呢 這個真成春秋戰國啊 過無家食言啊 每個人都講話 但是儒家都不受重視啊 內生怪物之道不被重視 因為大家的言論不住 為什麼呢 歸於楊朱 不然就歸於莫子 那各位知道呢 這兩個人都是頂尖的論述人物喔 莫家呢 主張要給社會福利當中 大家要照顧啊 可是呢 就被剝斥了 另外呢是楊朱 是經濟學家 也被諷刺了 各位知道楊朱呢 有講過一句話喔 拔一毛以立天下 不為了 其實他不是這麼自私的 他說基本上 如果國家太平的話 我們要拔一毛啊 基本上多毛都可以 可是如果國家基本上 真的不能做的話 就要怎麼樣子啊 要急身直愛 另外他也是一個經濟學家 他說如果國家要興盛的話 皇帝老爺啊 應該把資本啊 經濟 讓這個人民啊 有土地 就是說土地要給這個老百姓 那給老百姓 討他百姓有土地的話 就可以怎麼樣 有資產 就可以做運作囉 各位知道 到18世紀的時候 經濟學家亞當史密斯 寫了一本書叫做什麼論啊 國務論喔 西方跟中國人 推崇他叫做什麼呢 經濟學之部 都忘記了 其實我們經濟學之部 是怎樣 楊朱 可是孟子怎麼拚命他 他說楊氏啊 膽子好大 竟然把皇帝的土地 有沒有 說要魂給每一個老百姓 這個人無君 另外一個人更長 把別人的爸爸 當作自己的爸爸 這個人叫做無父 無君無父是禽獸 所以中國制止 就沒有經濟思想 也沒有什麼呢 福利的論述 就斷掉了 那這兩本書我都看過 所以在孟子來講 我也算是禽獸之一啦 各位我說 林老師那你怎麼這樣講呢 各位其實也不能夠怪儒家 儒家有福利思想 因為他有講過 光寡 孤獨 匯及者 只有所樣喔 但是有人就講 連這樣的論述好像不夠明顯 各位確實是這樣子 我們中國呢 沒有特殊教育的 像我學特殊教育 我看他的例子都很辛苦 你知道為什麼嗎 都是國外的論述 然後呢 我們中國第一個特殊學校 各位不是我們中國人設 是傳教士設 我們台灣第一個特殊學校 也不是中國人設 也不是台灣人設 也不是日本人 也不是荷蘭人 又是誰設的啊 傳教士設 怎麼會這樣子啊 那各位說 林老師那我們看電視 但是好像對身英災的有照顧 確實也 代官也是有提到 如果各位看過金庸的色雕英雄傳 那個時候呢 由世界上第一個最大的 婚姻力組織 簡稱蓋方 對身英災有稍微照顧 林老師你開玩笑啦 各位我講的是真的 各位你就發現 原來我們中國 缺乏論述的時候 對身英災害者 從此就默示了 那各位說 老師那我們要改變啊 沒有錯 改變的部分 你就要找到你的論述 舉例來講 像爐教喔 各位知道爐教都講 有教無類喔 因才施教啊 可是呢 對身英災害者是不教的 各位知道爲什麼嗎 爐教有講過一句話 為上至於下至於不義 太聰明跟懷義太笨的人啊 基本上不用教了 那這種兩種之間 剛好是特殊教育教的對象 知憂教的就是上至 下一個講究就是身英災害者喔 那你看延字推講啊 上至不教而成啊 下於卻教無益 中至能不教不知也啊 沒有辦法啦 我們教的是這種人喔 那同老夫子 也是前段班的創始人 有沒有 學生好奇有兩千多個啊 教的好了在七十幾個耶 在目前來講 就叫做精英教育喔 人家可能會抗議 可是呢 在那個時代他是很了不起的人啊 因為孔老夫子把我們 武武周公 我們中部的孝道 倫理的傳承 他確實論述了 他的行為舉止 也是這麼好 真的我們學習 可他對特殊教育 確實比較少琢磨 所以我們剛知道 孔老夫子的同向喔 有時候我都會走過去跟他對話 跟他敬禮一下 孔老夫子啊 你是一個很了不起的聖人 你的德性我要跟你學習 可是你都不犯特殊教育啊 現在對人家罰戰你要反省一下喔 那各位說 林老師你再開玩笑 其實要跟各位講的就是說 我講的觀點啊 就是要給各位去思考 當一個國家 如果對障礙缺乏問數的時候 就會產生問題 那各位知道喔 其實我們中國呢 雖然沒有這些問數 但是現在已經改變了 因為我們現在 生育障礙權益保障法 開始有醫療問數 像剛才跟各位講的ICF有沒有 就是說你有障礙啊 不要自責啦 是怎麼狀況造成啊 生病了嘛 生病了早養生肺就可以了 那很多人就產生解脫囉 包括你可能有一些福利嘛 你福利資源拿不到啊 你看不見啊 水氣冷藏了 給你福利資源就可以了 但是現在最重要的論述是什麼呢 權利論述 各位什麼是權利論述啊 相信每一個人存在都有價值 這個不容易耶 因為剛才各位看了影片當中 有些你知道樂觀 有些你知道悲觀喔 我們接下來要給各位看一個影片 準備要給各位去走路喔 但是在看這個影片之前呢 我先講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啊 是我在張師大碰到的 有一個學生呢 在上科書教學討論 上完課以後呢 又給他們看一些比較 世音障礙者 早期受到一些漠視啊 然後呢 狀況很慘的狀況 他就過來跟我講 老師 我問你一個問題喔 你不要跟人家講 你也不要笑我喔 我說我不會笑你啊 你跟我講好了 什麼事情 老師 我覺得世音障礙者喔 生命這麼可憐耶 可是他們活著也很痛苦耶 所以我的想法 不曉得對還是不對 他們為什麼不出生的時候 生命就結束啊 這樣不是也很好嗎 他們也好 大家也好啊 我不能說他錯喔 各位這也是個論述 很多人常常有這種論述 那這種論述好不好啊 後來我就跟他講一個故事 跟看一個影片 跟他講我的看法 那我的故事是講一個 故事是一個影片 西方有一個影片啊 在做獨立紀念日 講一個 就是7月14號的時候 美國獨立紀念日的時候 外太空人來攻打這個地球 結果地球人團結起來 打敗這個外太人的故事 各位有沒有看過這個影片 各位可能都在讀書啦 沒有時間看影片啦 這影片是這樣講的 沒有錯 但是我把這個故事改編喔 我說同學 我把這個故事改編一下 就有一天呢 這個外太空人啊 統治我們地球了 可是外太人統治地球以後 非常的不快樂 因為他們在地球啊 要開始辦特殊教育 要開始給地球人啊 社會福利 老師為什麼要啊 因為他們走遍整個宇宙啊 發現地球人是全宇宙當中 智商最低的 還有老師怎麼會智商最低啊 來考一下各位同學喔 剛才我們有講過 智能障礙 基本上根據我們國家 要再平均數幾個標準差一下啊 物量的標準差喔 那衛視之間是100分喔 結果地球人喔 外太空人就根據地球人的藏模 建了一個電腦 只要把頭排過去掃瞄一下 就知道你的智商是多少喔 結果外太空人就排隊喔 去測 一測這個機器電腦就講 主人你的智商是6500 主人你的智商是7000喔 比如說外太空人的智商太高了吧 問到地球人就找誰啊 找最優秀的教授 檢測衛生的野獸喔 就找了林教授過去一次 當機 測了三次 當機了三次 外太空人很緊張耶 第九人是不是智商太高啊 至少第四次的時候 電腦講話了 主人請不要拿石頭開玩笑 林教授很生氣啊 把我說是石頭 把百科全數都叫出來一起看 看完以後呢 戴個大部眼睛又去測 測了以後 前三次照樣當機 到了第四次的時候 電腦要講話了 石頭不要以為你戴眼鏡 我就不認識你囉 把這個教授氣死了 林老師你在講笑話嗎 不過不是喔 等於說呢 因為這個測完以後 宇宙人就判定 地球人是全宇宙當中 智商最低的 他們就很頭痛了 要花很多錢 就發現各位眼睛也不好 因為呢 宇宙人眼睛呢 不用開燈 眼睛呢 晚上會發光了 可以看得很遠 發現各位也是極重度的 視覺障礙 就發現各位聽點 哇 上課還要麥克風 聽話 他們很遠就聽得到啦 發現各位聽覺也不行 然後呢 他們一跳 可以跳一百公尺 不像各位跑十幾秒 才能跑一百公尺喔 各位有知己 視力 聽覺 智能 哇 多重障礙 他們就很暗腦啊 怎麼辦啊 結果他們就拜特殊教育囉 也辦了 就發現地球人啊 障礙程度很重 不能通分 然後呢規定地球人 要自然的消滅 我就問我這個同學 如果哪一天看到這種情形 你快不快樂啊 老師這個是假的啦 我不可能這樣子啦 我跟他講 你現在對聲音障礙者 就是這樣的論述 我問你 如果是地球人 你會快樂嗎 當然不快樂啊 當然要加深他的印象 我就給他看了一個影片 這個影片是這樣子 這個影片呢 是慈濟當中所拍的 一個生命教育 老師你要給我們看生命教育 重點很簡單 要給各位看到康德的論述 各位看一下 這裡面講到我們 冠上的發展的原因 切開了人體中染色體的奧秘 透過染色體上的DNA定序 與分析方法 說明了生命的多重面向 可奧妙之處 這些都是雙胞胎 它是不是有個雙胞胎長的 每個雙胞胎都不一樣 即使是雙胞胎 個性很有不同 例如到自己院 進行分科手術的 菲律賓連體營 Lia和Rachel 雖然兩個人長得很像 但個性仍有明顯差異 Rachel的個性 火不耗動 Lia則安靜乖巧 而這一天 飛兵總統接見兩人時 Rachel又自主地排機手來 Lia則靜靜地來在運行 移動移境之間 有明顯的差別 說明了即使是雙胞胎 還是不同的個體 如果你從那個 一些遺傳的角度來看 因為我們每個生命 是獨一無二 在世界上 沒有第二個 除了也是同一碗的雙胞胎以外 每個人都不一樣 因為每個人不一樣 同時每個人 為什麼每個人的生命 都是不一樣的 因為他所帶的 我們叫遺傳的物質 是不一樣的 他每對父母 在生任何一個角色 都是重新組合過的 所以他不可能是一樣 在基因交換和組合的過程裡 可能出現瑕疵 這種與生俱來的不完美 我們稱為遺傳遍 秘密的聲音 將造成親情 但是如果有這種物質不高 大概只有3到5%左右 十天前摔了遺叫 讓遺珍的半張臉癒心不退 原本活潑的個性又病的孩子的自備 會摔得這麼嚴重 因為兩年前 他會診斷出罹患罕見的肌肉骨發症 在台灣只有三位 健康以下肌肉骨骼會逐漸蓋化 全身僵硬一跌倒 就是垂直摔的半身傷 我媽媽傷心至於 遠赴美國成料 卻苦無後援 因為我知道國外救命 第一次非常非常膽大 現在如果說 做不到的話 好像就是 我們不會再當大人 因為我們不會再當大人 小的他已經不完美 那可能生下來會讓你 家庭的負擔很重 社會的負擔很重 和你政治國家整個負擔很重 那你到底要不要讓他吃下來 這個呢 在生命能力方面 就是產生很多不一樣的看法 以及觀點 這個呢 讓生命能力學 就是重新 會面對很大的挑戰 從根冰化海來臺 接受醫療的結果 一出生時就有嚴重的吐唇 和水腦症 使得他的演練 從鼻子以下難以便識 重度畸形的孩子 連當地醫生都說 結果可能只有一個星期的壽命 有一個德國的哲學家 康德 他在他的倫理學當中呢 他特別提到說 我們對人 對所有的生命 我們應該用一種 非工具性的態度來面對他們 所謂非工具就是說 不要把它當作 你要做某件事情的手段 或者方法 他本身就是一個生命 他本身有他的價值 好 我們看完了這段影片 接下來主要給各位做體驗喔 等於說呢 各位可以發現就是說 原來我們對生命的看法 確實是有存在的不同的論述 只不過有時候是癮得不顯的 有些對生命障礙者的影響是很大的 有些對生命是不公平的 那有人說 那生命障礙者有沒有一些貢獻啊 各位貢獻非常的可觀 有一次呢 我到台大來參加一個活動 那個活動很特別 什麼特別啊 就是來介紹 Academic Portfolio 就是一個教授啊 怎樣去呈現你的成就 那就要我們一個教授去分享喔 你做了什麼貢獻啊 多數的教授會跟你講 我寫多少的期刊 SSCI SCI當中 我做了多少國歌會的研究喔 那有人就問我 那林老師 你有什麼研究啊 什麼貢獻啊 我做了國歌會不少的研究 也有相關的文章跟著作 但是呢 在生命當中 我跟他講 我最大的成就是有一次 我帶學生到河內 也是連續要去實習 那我們學生在那邊實習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肢體障礙的孩子 腦性麻痺特別多 有些孩子有多重的障礙 有一個孩子呢 我從 即是說我們學生去那邊實習 從國小一直國中到高中 他都一直在那個地方 那這個孩子基本上 已經在高中這個階段 他是重度的智能障礙 有腦性麻痺 伴隨多重的障礙 就是說障礙程度有點重 結果他認得我啊 我們要離開的時候 就跟我講 他講不清楚了 就是說很喜歡我啊 好不容易看到我了 不曉得明年有沒有機會 再看到我啊 然後說 我說為什麼還會再來啊 他就要求我 要跟我照一張相 我就答應他囉 結果我後來 忙得太忙了 就忘記了 我上次那一刻 哎呀糟糕 我答應那個同學 要跟他照相 怎麼可以忘記啊 這個司機靈身經障礙者 怎麼行啊 然後他在我們教室當中 去找到這個孩子 結果發現 老師就講 欸林老師 剛才我們的同學回來 好高興喔 好像也要跟他照相 可是後來 左等右等啊 等到下課都一直沒有人 來跟他照相 結果趴在那個地方 一直哭吧 哭到現在已經睡著了啦 我就跟他把他叫醒 他看到我 不敢置信 想不到林教授說的話是真的耶 我說當然是真的啊 我要跟你照相啊 趕快去找同學 拿照片進來照啊 然後呢 這個孩子很自然的 對我暴飲最熱烈 最生命悬戰的微笑 這一輩子當中 讓我無法忘記 各位說老師 就一個微笑而已啊 可是跟各位報告 這是我生命當中 對我最有價值的事情 所以對生命當中的解讀 有時候不是我們 在社會當中 做了很多的成就跟貢獻喔 那我們接下來 話不多說啦 先給各位做個體驗 等一下來聽一同學的分享 在做體驗之前呢 要給各位講一下 有一些方法要做 這個同學先出來幫忙示範一下 你是男生嘛 和你應該沒關係嘛 如果各位點一下呢 在扮演障礙體驗的時候呢 要兩個人一組 那私障者呢 剛才講過 私障者大概都看不見 看不見的時候呢 有時候他可以走在前面 那走在前面的時候呢 基本上一個方法要給他做引導 我們會有肢體的引導 這個引導有三種 一種是搭肩的引導 另外一個是搭他軸的引導 另外一個比較親密是手的牽導 那指手有些人會覺得是男女朋友啦 如果說你覺得不喜歡 可以搭肩或搭他的手肘 然後呢 在講的時候要跟他講 前面幾公尺有什麼東西 然後呢 上面左右有什麼東西 都要加以解釋喔 這樣了解嗎 讓他在走出去的時候 能夠去了解 那一般來講 視障者會有手障 那因為我們另外一個是希望 各位伴演聽不見 但是時間很短 各位只要一個伴演看不見 另外一個人帶他就可以了 那等一下會提這個什麼呢 視障的同學稍微分享一下 當你看不見的時候 你的感受是什麼 但是注意喔 一定不要帶到太危險的地方 那走樓梯下去走一層以後 我們就上來了 那走樓梯的感覺你會覺得說 老師我看不見的時候 還是會很可怕 其實我有感覺也沒有錯 那叫做光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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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感謝他一下 謝謝大家 我希望你看各位在示範的時候 注意要小心 就是一個人看不見的人 你在前面帶的時候 要稍微跟他講一下 那體驗回來以後呢 我們簡單的給各位 先了解一下你的刻板印象 包放你的想法完了以後 我們再做一些簡單的討論 再進行我們今天的結局 那各位不要走太遠喔 剛剛走到那個操場去喔 就是說我們大概十分鐘 連下課的時間 大概在二十五分鐘左右回來 可不可以 那如果你要上個廁所 我們就到三十分鐘的時候回來 涵蓋各位休息的時間 可以嗎 那等一下我給我五分鐘的時間呢 做一個簡短的結束 所以我們到三十五分鐘結束 再交給助教 沒問題我們現在就給各位開始做體驗喔 那如果找不到對象的人 看看是要找我啦 或應該是可以吧 三個人也可以一組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開始囉 來 我們提應一下 走一段路 來 工作人員可以開始喔 試看看 但是注意安全喔 走一層樓下去跟上來 然後這個時候你會發現你的聽覺 會更加的敏銳 狀況都改變喔 然後在外面走的時候 特別小心喔 小心樓梯的部分 然後帶著同學 再跟他解釋跟說明一下 好 那如果找不到同學呢 同學夥伴喔 可以三個人一組 或四個人一組 來 我們體驗一下喔 三十分鐘回來喔 那也可以坐一下電梯 去感覺一下電梯當中的狀況 幫他看一下廁所 如果你看不見的話 你怎麼上廁所 好 我還繼續 做一個ending 那首先要感謝助教 會給我五分鐘 讓我可以做一個 比較完整的一個說明 那其實剛才各位做的障礙體驗呢 那只是我們 基本上對生命當中的一個 本來的一個現象 現在了解而已 那我們在障礙世大呢 我們如果是給學生體驗 還有好多種 包括可以讓他們到賣場去做體驗 有的學生就會講說 老師我不要去喔 可能沒有面子啊 那有些老師很刺激喔 我要去 老師要怎麼去啊 當然到那個地方做體驗啊 然後有的學生講 真的老師 我可不可以騎摩托車 在那邊體驗啊 我說當然可以啊 只是說騎摩托車座 不要扮演看不見的人 這樣就很危險喔 那各位可以發現就是說 剛才你這體驗呢 其實上對障礙的定義 可能就會不一樣 因為你可能比較能夠感同身受 那其他跟各位報告的就是說 生命障礙者呢 真正有遺傳 包括呢 本身自體的一些基因 所造成的病例 實際上是微呼其微的 大概1%到百分之3 那各位說那障礙大部分 是什麼造成呢 各位外在原因非常的多 有時候是外傷 有時候是感染 有時候是意外 有各種不同的原因 所以你很難透過自然的狀況 去把這個人類統面的現象當中 做一個宗旨的 而是怎麼樣跟他一起來相處 而且相處以後 你怎麼樣比較正確的認知 去接受他能夠去做 那我們要跟各位講的就是說 我們剛才給各位看 其實世俗的看法 也可以用非俗的看法來看 包括我們等一下會給各位看一個 就是說安德雷波切利的 他本身看不見 但是等一下要跟各位講 我們期待每一個人 有障礙的人 都可以過跟安德雷波切利 一樣的生活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看到安德雷波切利 的時候不會看到他的障礙 只看到他是什麼呢 只聽到他的女聲 那各位說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狀況啊 各位 因為我們對每一個人當中 對深當的解讀啊 常常會根據我們主觀的看法 來做很多的詮釋 那這個就是論述 那這種論述呢 其實當然各位就講了 那老師你有什麼論述沒有啊 我們生意上的現在的論述 叫做權益論述 那各位問我 我的論述是什麼呢 我採取的是多元論述 在這個時代當中 我們當然要有多元的論述 來看世界才可以的 每個人對生命當中的解讀都不一樣 包括各位知道 朱元璋 基本上 當過皇帝喔 可他對生命當中卑微的現象 也有他的解讀 譬如說許鴨族之地啊 雖地不著你 明昭彭日出 依舊與靈起 講說生命當中基本上呢 還是可以不一樣的 那我有寫過文章 各位有機會可以跟李老師來要 有一篇文章 包括還有一篇文章 這講會校有個老師 叫做李慧年老師 寫了一本書 叫做用手走路的人 其中有一篇文章是去 各位可以去了解一下 因為他寫得非常好 他有自己的障礙 別人怎麼去看待他 那各位可以發現呢 這種論述非常的多 包括我也寫一篇文章 各位可以跟李老師要 一面提到 有人對障礙解釋的是精緻主義喔 那各位就講了 李老師那你對醫療的論述喜歡嗎 其實我也不是很喜歡的 因為看最近的健碼 我們要開始我們今天的課程 那前幾週呢 都是老師做比較中論性的講解 那這一週開始進入到 每一個特殊的人口群 那今天呢 我們非常高興請到 張師大特教所的林洪志老師 那我們先掌聲 樂力的掌聲 歡迎老師帶給你 張師老師今天演講 已經非常的精采 那我們打一下時間交給老師 各位同學大家午安 那我今天要介紹的族群 比較特別一點 是我專攻 也是我情有途中的一個族群 叫做聲音障礙的一些 就是說族群 那我們等一下也會給各位同學 看一些影片 幫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就是這個族群呢 基本上在我們這個世界當中 然後呢 社會當中 怎麼樣的一些正確 或不正確 或所謂政治正確的眼光當中 來看他們 那基本上我稍微介紹一下 我的名字叫做林洪志 這個字比較特別叫做赤 像我的心一樣 要有一個吃熱的心 那我等一下跟各位報告 從事聲音這樣的工作 確實要有一個吃熱的心 只是說這個字 常常學生都不會寫 我在張志大教書 有時候學生教作業 一下子用注音輸入法 找不到這個字 就會把我改名字 因為多數人把它唸做字 所以我在教學當中 同學常常把我改成旗幟的字 那有些人把我改成標誌的字 那比較調皮的同學 就給我改成痔瘡的字 當然是不行 那我要跟各位同學 介紹一下就是說 聲音障礙者 基本上在歷史當中呢 它有它不同的面貌 就是說早期的過程當中 只要家裡有身心障礙的人口 或族群 多數呢 基本上在早期的時候 一定是擺到身上去等死 不然在古時候呢 可能就放到河邊當中 讓它自身自念 那我先問一下在座的各位同學 你生活周遭當中 有比較親密接觸過 身心障礙者的 請舉手一下 有喔 它是什麼障礙在哪裡 身障礙 身體障礙 肢體障礙 就是行動比較不方便 我們等一下會跟各位講 就是說 我們國家在民國86年呢 定了兩個重要的法規 一個叫做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後來在2007年 改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這是我們今天會提到的 我們今天會介紹一個人 叫Michelle Hawke 他是主義後現代主義的大師喔 但是他可能會跟我們 身心障礙者有關嗎 有 我們今天會給各位呢 先看一下一般人的觀念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論述 但是我剛剛那個法規還沒講完喔 就是說呢 基本上剛才所提到的 這個法規的部分 即使規定的身心障礙者類別 總共有16大類 2007年以後 把障礙類別改成8大類 它是全世界聯合國當中 有一個法規 也不是法規 這都ICF 就是世界衛生組織所定的 一本書的手冊 這個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以前叫做Desease 基本叫做ICD 後來呢 根據這個部分 就改成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ary Health and Disability 就是一個人的健康 跟障礙跟功能 那怎樣去區格 我們國家呢 基本上在101年的時候 就把它分成8大類 可是我是從事特務教育的 我們等一下要跟各位講 我們特務教育法呢 是規定有12類的身心障礙者 所以我們今天上課有三個組織 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講義當中也有 第一個 我們會介紹 什麼叫做障礙的樣貌 那當然各位同學有接觸過 另外第二個呢 就是說 我們會給各位做一個障礙的認識 如果有時間的話 再給各位做個體驗 往歷來的時候呢 我們會兩個兩個人一組 一個半眼看不見的人 一個半眼聽不見的人呢 大概從這個教室走下去 再走上來 不過我們今天時間比較短 可能比較沒有這個時間 那如果沒有這個時間的話 各位回去可以做個體驗一下 假設你有一天看不見了 你的感覺會是什麼 如果假設有一天你聽不見了 或假設有一天你行動不方便 那你怎麼去面對人生跟世界 當然這個最好不要發生在各位身上 但是我們會 等一下會給各位介紹 另外呢第三點 我們提到所謂的障礙論述 就是等一下會跟各位介紹 Michelle Foucault 從他的論述的角度當中 去看到底什麼是障礙 那因為我們時間很短 因為基本上要介紹障礙 在我們張師大 如果在標準課程當中 第一個人如果要認識聲音障礙者的話 最少要上 最初就要來討論 要三個學分 這三個學分如果18週的話 要上54個小時 所以我們今天只能夠在兩小時當中 短短的給各位稍微體驗一下 所以叫做sampling experience 讓各位體驗一下 那我們先看一下各位喔 各位你認為什麼這個障礙 有一個想法的請舉手一下 有沒有 有勇敢的舉手一下 沒有啊 有啊 來 我們那個同學 就是你啊 請問一位 你覺得什麼是障礙 就是 從法行使日常生活當中是一些功能 喔 很好喔 那是從功能當中來看 那各位基本上句子是這樣子 我們國家有個巴士量表 基本上就是根據什麼呢 日常的生活當中 去看什麼是障礙的 可是我們等一下要跟各位報告喔 障礙呢 有主觀的障礙 跟客觀的障礙 什麼意思啊 等一下要給各位看影片都知道了 我們會給各位看喔 所以我們今天的主軸實際上這兩個 一個是障礙 一個是相對的權利 那各位就講了 老師障礙跟權利有關係嗎 有關係啊 以前呢 基本上我在會校 在做分享的時候呢 也會介紹會校的一個老師 他本身也有肢體障礙 那以前有個作家 他的簡證 基本上也給他寫過一本曲 因為他出了一本書 叫做 用腳走路的人 那這篇文章當中就提到 他在很多大專院下 常常因為他有肢體障礙 但是很多人呢 基本上看不到他的障礙 那為什麼呢 看不到的障礙是好事嗎 不見得是好事喔 因為他明明行動不方便 人家講說 你行動不方便嗎 你要去哪裡 我要做這個 無障礙的這個什麼 這個福利啊 不行 你要拿障礙所證給我看 他說我就有障礙啊 不行不行 一定要有障礙所證才可以 要看到障礙所證 不是看到他本身的障礙喔 那各位說 老師那有這樣有一種解釋啊 對不對 那我們要跟各位講 其實呢 障礙就像人 在旁邊加了一個框放一樣 當一個人基本上生命有框放 可能就是障礙 那各位同學可能會問喔 那老師我問你 什麼是障礙啊 我的障礙呢 基本上要上說文解字歌的話 更容易 各位看一下障礙這個字 這個愛喔 愛旁邊呢 基本上一個石頭 旁邊一個懷疑 就當你懷疑生命當中 應該有的價值的時候 就叫做障礙 例如說你認為一個人 基本上出生以後 老師因為他有障礙 他不適合讀書啦 老師他有障礙 可能不適合結婚喔 當開始有這種想法的時候 就會有這個問題 那各位說 林老師好像不是這樣子喔 來我們先從一個故事講起 這個故事呢 是講一個生命的鬥士 叫做約翰·布迪斯 有聽過約翰·布迪斯這個人 他叫做五腿超人的故事 請舉手一下 有沒有人聽過 有些人有聽過喔 那我們先講他的故事喔 這人長像是這樣子喔 有點帥 各位可以看到他是沒有腳的 可是跟各位報告 他早期是有腳的 為什麼沒有腳啊 因為來自於同學的錯誤認知 造成他的腳就喪失了 他是一個很積極樂觀的年輕人 出生以後呢 基本上很多是陰障礙者 不曉得自己有障礙的 然後呢他媽媽 是他改變他生命當中 最重要的一個要角 那為什麼改變他呢 那基本上 在我們先看他的故事喔 他現在到處在演講 也來過我們台灣做過演講 那各位說 老師那你幹嘛 以他為例子來做介紹啊 我以他的例子來去介紹呢 就是說 身聽障礙者常常 在別人對障礙的錯誤的解讀 包括媒體的錯誤認知當中 產生的一些問題 那各位說老師 媒體怎麼會錯誤認知啊 媒體常常錯誤認知喔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前一陣子呢 各位有看過新聞 有個幼稚園 因為有個老師呢 拿了一種票 因為他覺得 整個小孩子很辛苦 拿了一種呢 給過動這孩子吃的一種藥 那種藥叫做Vitamin 那比較常一下 叫做專施檔 就是說呢 有些孩子呢 他大腦呢 基本上控制不住 然後吃了這個藥以後呢 會讓他神經能夠 比較迅速的導通 本來他會過動 突然下去會安靜下來 那這個藥呢 基本上呢 跟Anticamin的成分啊 基本上不太相似 但是它是屬於神經中樞性分劑 所以有一些人呢 在房間當中 常常就會講 它是屬於一種類子 安靜他們的東西 所以有人就講 像各位有看新聞 喔 我知道啊 我有看新聞喔 他說吃這個藥 好像是這個過動症孩子的 補科鹼喔 各位 這個是媒體講的喔 這個話一出來以後 很多過動症的家長 跟團體就開始擔心了 包括很多孩子喔 他本來吃了這個藥以後 他可以控制住可以上課 可是他不敢吃了 新聞就說這個是補科鹼啊 媽媽這個是毒欸 我不吃了 造成很多父母親 就很多的擔心 各位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媒體在報導的時候 有一些狀況下 展身不同的解讀喔 包括等一下要跟各位舉個例子 當然這幾個例子都比較極端 也不適合各位基本上去應用喔 舉個例子來講 在台中 基本上有一個女孩子 她是坐這個業務員喔 到一家機車行當中去推銷 結果就被這個機車行的老闆給殺死了 那殺死了這個新聞有登 因為他還登的 他裡面比較特別的 就是說他還吃了這個女孩子的肉 又接不住這個新聞啊 但是因為這個人本身 有一點點學習障礙 所以後來在媒體當中就登出來了 學習障礙 殺人魔 就讓很多人就害怕囉 學習障礙跟殺人魔 會不會花上等號喔 可是因為媒體當中 常常會很去述的做一個連結 就造成有一些人就誤會了 欸你有聲音障礙者喔 你可能跟我們不一樣 那這個不一樣 本來在生命當中必然的現象 各位同學看一下左影右色 有沒有哪一個同學 跟你長相一模一樣的 請你舉手一下 有的話你一定是看到神仙 如果你就是看到鬼啊 這是不太可能的 因為中國人講 十手指有長短 樹林木有高低 莫像球門穿過衣 十年容易過 合同轉合西啊 沒有以為是相同的啊 那各位看一下 恩愛庫迪斯 他這個人呢 他基本上呢 從小 就是說他也沒有做過害事 他從小不認為自己有障礙 他到了學校以後 才發現自己有障礙的 為什麼呢 來自於同學的壓力 那同學可能來自於媒體 來自於社會文化當中 對聲音障礙者錯誤的解讀 所產生的一種現象 他是1969年出生的 一出生的時候沒有肛門 醫生檢查的時候 發現他是屬於先陰性的骨發育不全 那真的是屬於 有些人說是屬於這個什麼呢 遺傳性的疾病嘛 那骨骼發育不全 所以有些人長得長得太高 骨骼發育無法完整 那有些人基本上 耳朵的聽小鼓也會受損 聽覺會不太好 可是呢 他基本上因為這樣子呢 造成他排便很方便 後來他就做了一個人工肛門喔 那澳大利亞跟我們台灣一樣 都有義務教育的 他一樣可以去讀書喔 所以他就懷了很性高采烈的心情去讀書了 可是從小都被同學惡作曲 因為同學發現他跟別人不一樣 那怎麼樣的惡作劇啊 各位看一下 從小被許多人視為他是小妖怪喔 小學的時候調別一個小夥伴 還用塑膠袋封住他的嘴巴喔 還丟到垃圾桶 差點用符把它燒掉了 老師那是小孩子不懂是惡作劇啦 可是稍微惡作劇過了頭一點喔 可是呢 約翰庫迪斯還是寬恕同學 一直到高中 高中的時候同學還是不認識 沒有看過身心障礙者嗎 有些人有 但是不喜歡 有各種不同的原因不喜歡 然後不喜歡的狀況 有一次呢 他上了任務店的課的時候呢 他肚子不舒服 他上廁所 因為他的腳不方便 他都是用手走過的 結果燈就黑黑的喔 同學就故意他走過的地方 丟了土釘在地上 他走過去的時候 總共搭了十一根土釘 那這個都是什麼呢 都是同學跟他的不一樣的看法 當然這邊講的叫做歧視啦 那歧視的狀況下 他還是寬恕啊 因為同學不認識嘛 不認識那總是要原諒 可是在17歲那一年 他崩潰 為什麼崩潰啊 17歲那一年考試的時候啊 因為他身體往前傾 他的腳 他本來是有腳頭 腳都翹起來 向著後面 後面的同學就不高興 竟然把你的腳對著我 然後就拿了幾道鉛筆刀 對他的腳呢 把他畫了好幾道 那因為他基本上 末梢神經沒有感覺 被畫了以後 也不曉得這種情形 所以畫了血肉模糊的時候呢 等他知道嚴重性已經產生 可能得到公摩組織也蠻感染 結果呢就要截肢 在這一天當中 他崩潰 他說我從來沒有做過壞事啊 可是為什麼壞事 常常就因為我的障礙 跟我糾纏不休 所以在這一天當中 他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 他跟他親愛的弟弟講 弟弟 我決定結束我的生命 他要至少 弟弟很婉轉的跟他講 哥哥也許我可以幫你 我去把爸爸的手槍拿給你 所以我說老師 不是講到悲傷的地方 怎麼突然講笑話啊 不是講笑話 他真的去拿他這個爸爸的手槍 因為他爸爸有手槍 拿了這個槍以後 準備要自殺了 當然就驚動 這個爸爸跟媽媽 這個弟弟幹嘛拿槍 要幹什麼 爸爸媽媽就來了 就跟這個兒子講 約翰 你是我們生命當中 最可愛的孩子 不要管別人 我們永遠愛你 這是媽媽的心情 可是爸爸講的話就不一樣 爸爸就說爸爸採取康德的哲學 康德哲學基本上講的比較多的 就是說 凡存在的就有價值 生命當中每個人本來就不一樣 但是存在有他生命的意義的 他就跟他講 每個人都不要忘記自己的責任喔 你有障礙 你活著就是要告訴別人 要了解生命當中的慈悲跟溫柔 每個人不一樣的 但是你要好好活著 因為有他爸爸的鼓勵呢 他就改變他這一生喔 那各位就會講了 那老師 那你不是要講這個 障礙的一些樣貌嗎 那怎麼會有這樣情形呢 那各位知道 約翰霍底絲呢 說他的爸爸趕招以後 他去了蟲術運動 蟲術運動以後呢 他也參加碗球比賽 就是我們講說殘兆奧運啊 這個特殊體育當中 他表現也非常的好 然後呢 現在到處在演講 就是說 因為有人對他生命當中 產生了另外一種流利 讓他生命產生改變嗎 各位說老師 這樣的流利跟摧殘 會不會也太嚴肅了一點點吧 那我們再給各位看 另外一個故事 另外一個故事呢 基本上我們先看一個人 這個人叫做尼克福澤 尼克福澤有來台灣演講過 有聽過這個沒有來過台灣 但是在香港有演講過 中國大陸也請他去演講過 各位有聽過尼克福澤這個人的故事 請舉手一下 沒有喔 那我接下來就放這段故事給各位看 那因為這一段影片是在網路當中抓的啦 我不曉得他有沒有影響 所以我們就暫時先那個攝影 稍微關一下 但是我們給各位看一下這個影片 這個影片呢 基本上是講他的故事 我沒有跟他在網路當中 就是這麼晚的 但我非常感謝我 有這裡有 從來的 那些人在網路當中 看到一個人的故事 很快 就是很快 我只是在網路當中 我只會在網路當中 我只是在網路當中 我只會幫你 我只會幫你 說是那些故事 不方便 但是他参与生命当中 所有的事项没有比别人缺 而且到处在给很多的男生 跟女生介绍一些安慰 各位知道为什么吗 很多人不快乐 那各位说老师 为什么生意障碍者比较快乐 各位他不是必然的快乐 他有他的哲学 那有人就会讲老师 我还是对障碍还是不太清楚 当然不太清楚 可是各位知道 现在很多人其实 也有各种不同的障碍 只是有人障碍程度不太重 因为我们有心理上面的障碍 各位知道刚才讲过了 有些人心理有疾病 当然也是属于 严重情绪障碍的一种 那有些人可以拿障碍数册 那我们国家就发现呢 现在每五个高中生 基本上呢 就有一个人得到忧郁症 老师比例这么高哦 这么高 那到大学好一点点了吗 各位大学生快乐吗 不见得 老师我们科业 多翻个钥匙 没有错 所以基本上 这么也做过调查 每四个大学生 就一个人得到忧郁症 这么严重哦 那大人好一点吧 更惨 每三个大人当中 有一个人得到忧郁症 这么高哦 那以后更严重吗 当然更严重啊 如果你缺乏一个积极症以下 生命的态度就会这样子 世纪卫生组织已经预估了哦 大概先二千二十年 每两个人当中 就一个人会有忧郁症哦 因为那个时候 有三种疾病困扰人类 一个是癌症 一个是癌症 一个是悠悠症 所以如果各位 回到先二千二十年 分到你同学的时候 不要问他好哦 要问他 你有没有忧郁症啊 他没有你就有哦 其实呢 障碍人口比例也很高 各位看一下我们统计数字 世纪卫生组都曾经做过调查 因为世纪卫生组织呢 颁布了一个全世界 希望大家能够遵守的 就是身亲障碍者权力公约 那这个权力公约当中 隐喻啊 就是说每一个人 不管你障碍予果 你都有权力可以读书 你都有权力可以结婚 可以生孩子 但是有些人不相信 老师他没有手没有脚 生孩子不是很辛苦吗 他如果可以不克服 当然就可以啊 但是有些人不相信 有让他们连结婚都没有 各位老师怎么可能呢 跟各位报告没过 在1960年代以前 几乎每一周 都有一个叫做什么呢 劫渣法案 强迫劫渣 只要你家里有孩子 一生出来以后就要劫渣 他没有生孩子的权力 真的吗 真的 那为什么呢 就是来自于人类 可能有一些人有错误的概念 那各位说 身亲障碍的人口会很高吗 各位 全世界的专家预估啊 我们全世界的人口 目前来讲大概有67亿左右 世纪委员组织呢 在2009年的时候告诉我们 那个时候呢 全世界十个人当中 就有一个人有障碍 比例这么高哦 没有错 所以如果换算成全世界的人口 怎么有多少啊 6.5到6.7亿 那各位说老师 可是我们周围当中 好像同学都没有障碍啊 怎么会有呢 各位障碍有些是隐性的 看得见的 那有些基本上呢 是看得见的 但是呢障碍有时候 有些国家会给他很多的鼓励 有些人基本上对障碍 会有各种不同的解读跟误觉 那各位说那老师 那我们怎么要去看障碍啊 先读一首诗 先来看 那我们基本上 要后面的课程当中 进行的顺利一点啊 我们先读一首诗啊 这首诗是泰哥写的一首诗 叫做世界上最有的距离 有读过这首诗的举手一下 有些人有读过 有些人把它当作奇迷诗 写给你朋友男朋友啊 那我们当作有传说 老师这个诗是伟诗耶 泰哥好像没有写过这首诗啊 只写过前面一段 还是后面几段 那我们不管他啊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世界上最有的距离 不是生与死的距离 而是我在你的面前 你不知道我爱你 我老师多么浪漫啊 后面更浪漫喔 世界上最有的距离 不是我在在你的面前 你不知道我爱你 而是爱到吃你 却不能说我爱你 那各位说老师 这跟障碍有关系吗 有关系的 各位知道呢 我们对障碍的解读 常常会以我们 主观的态度当中来看 譬如说这首诗 还演绎到后面很长 世界上最有的距离 不是生跟死的距离喔 不是月亮跟太阳的距离 老师他们永远混不在一起的啊 可是后面最主要的意义 是来自于什么呢 我们人跟人之间冷漠的心 那各位说老师 人跟人之间怎么会有冷漠的心啊 人跟人之间呢 基本上常常会误会 就会造成 我们等一下如果有机会 就给各位看一段金城流 在日本拍过的一个广告 那这个广告在台湾没有拍过 也没有播过 那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人觉得说 这个可能会造成不同的印象 可能是好的 可能是不好的 那我们等一下会给各位看完以后 问一下各位同学的意见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法规 但是跟各位讲过了 我们国家在民国86年 定了身心障碍者保护法 允诺 只要你有障碍手册 复合这十六大类的 政府都给你救学 就医就好就业 全力都有 应该有的 但是那个时候呢 有一点点 不是那么样的舒服 因为他用的字也不太好 叫做保护 而且在那个时候规定 以后碰到身影障碍者呢 不能叫做残障人士 只能够用障碍 因为残障是歧视的治理 要用障碍才可以的 而且把这十六个类别当中呢 加以界定 那这几个类别有人说 老师我认得喔 前天我看一个什么呢 名字的记忆喔 公务务务务也呢 有人有失智症耶 那失智我知道喔 失智症呢 基本上是什么意思啊 失智有些解释不太一样 有些专家跟你讲 如果这个人在十六岁以后 大脑产生受伤 造成这个人呢 对空间认知记忆理解当中 产生的困难 造成他往往照顾自己 他不叫做智能障碍 英文已经比较晚了 就叫做什么症啊 失智症 那如果是这个人 是在二十岁以前了 有些人 美国的定义就是二十岁以前 有些人说十六岁以前 美国家定义不太一样 如果说这个人在二十岁以前 他可能大脑受伤了 造成了这个人读书也不行 日常生活照顾一样也不行 就叫做什么障碍啊 就叫做智能障碍 老师这个我大概知道了 失智就是看不见嘛 听智就是这个耳朵听不见啊 失智就是身体行动不方便啊 还有多重障碍就具有 两种以上的障碍喔 那基本上我们国家后来觉得 用这个障碍这个概念 可能会让很多人不舒服 为什么很多人不舒服啊 等一下会提到一个人 很重要的人 这个人叫做Michelle Hocke 他叫做副科 也是我们今天部分的主角 那如果各位读过后现代主义的 一些观念的解构主义的书啊 一定会读到法国和女民的哲学家 Michelle Hocke这个人 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他的故事喔 那基本上呢 我们用他所提出的一个哲学概念 叫做论述形构的一种观念 来看一下生命 为什么呢 我们等一下会跟各位提啊 原来我们人呢 常常会有一些想法 这些想法常常会合理化 就会产生一些理论知识跟技术形态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意识形态改变了以后 知识跟服务体系也会不一样 那我们要跟各位讲 就是说早期的身心灾害者保护法呢 基本上是从疾病当中去看的 可是有些不是疾病的 后来有人就讲了 林老师 我在台湾生活很辛苦耶 为什么 因为呢 有些人认为我这个孩子有障碍 是我的责任啦 那各位说老师为什么有这种概念啊 我们等一下会跟各位介绍 我们在讲运后面当中呢 会提到我们国家呢 这个这个身心灾害权力的发展 我们稍微看一下 各位同学也可以看一下讲运 我们台湾早期有障碍运动 障碍运动在早期的时候呢 有一个这个研究生啊 叫做谢东徐 他写了一本 《身心灾害者有关政策的发展》的意思 把它分成大概七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做天前论 那为什么叫天前论呢 有些人认为家里有障碍孩子呢 一定是我上辈子做错事了 我做错事了 我只好承认了吧 我做错事了 那这个让很多的父母亲啊 情何以堪 有没有 造成就是说这不是我的事情啊 怎么跟我有关啊 那后来政府认为他是业绩哦 后来权力意识改变以后才产生了 那各位说老师 你刚才谈到那个地方 怎么突然又跳过来啊 那要跳过来就是要跟各位讲 我们国家早期呢 身心灾害者保护法 就不是权力论述 也不是医疗论述 医疗论述呢 让很多身心灾害者 就不会受到天前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哦 你有障碍哦 生病了嘛 因为你基本上 我们人有这种各种不同的什么呢 身体的结构啦 功能损伤了 所以基本上 你只要有障碍 找医生看就好了 跟你父母亲有没有做错事 没有关系啦 哦 好家在好家的 就让一个人怎么样子啊 生命当中得到完结哦 那不然很多人基本上 会产生很多的压力了 为什么呢 觉得我家里有障碍的孩子啊 基本上就会有很多的什么呢 很多雾面的印象 会产生一些什么呢 别人对他的看法认知会不一样 那我稍微给各位看一个影片啊 这段影片有点长 但是我给各位看部分就可以了 因为这段影片当中呢 会提到父母亲 基本上对这些孩子的时候呢 基本上有这种孩子 人家是怎么看 我们稍微听一下这个妈妈的想法 那这影片当中呢 是讲被选中的孩子 那他可能有点版权的问题啦 不过我想说应该可以看一段段 给各位稍微看一下 就是说家里有这种孩子的时候 他的父母亲的压力是什么 那等一下要看到一个孩子呢 他是脑性麻痹 就出生前大脑已经严重受损了 我们看一段 就这个妈妈在家里开始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就是说我们国家后来呢 基本上为什么用ICF的观念 去解读生命障碍者 就是让生命障碍者呢 不要背负的各种社会奇异的领光 包括天前论啊 这个有这种状况产生的 那客户就会讲老师 可是喔 我不管这个论述啦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讲这个论述 但是我稍微提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来提 因为我们这个论述的部分 希望等一下给各位做个综合 但是我们等一下呢 会提几个论述 整个论述呢 原来我们国在泰民国86年 为什么要修改生命障碍者 这个权力保障法 用这个名称呢 因为他第一个他有医疗论述 让任何有障碍的状况下 不用受这个什么呢 世俗的眼光当中 一些错误的观念 来解读他的障碍 这叫做医疗论述 另外一个 发现你可能因为有障碍啊 你的资源比较少 那我可以做过社会工作 特殊教育相关的人给你资源喔 这叫做福利论述 另外一个 因为你有障碍 但是你还是人啊 人本身就有价值的 这叫做权力论述 那我们等一下要跟各位讲 我们国家后来修法呢 就朝向这样的论述 那这种论述影响 我们对声音障碍者的看法啊 当然会 我再举个例子 我们在讲义当中也有 像我们特教法呢 基本上照顾的声音障碍学生喔 总共有几种学生 各位知道吗 有18种学生 其中有6种学生 我们今天不讲 叫做知优生 可是有另外12种学生呢 基本上是声音障碍学生 我等一下一定会给各位提一下 但是呢 基本上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我有稍微标一下喔 以前呢第七项 叫做严重情绪障碍 后来其实严重情绪障碍 对很多声音障碍学生 会造成什么呢 自我取取效率 就是因为说你很严重啊 结果你的状况就更严重 老师有这种行星吗 会有的 那各位知道心理学当中 产生的效应是可怕的喔 基本上各位知道 心理学有个叫做笔马龙效应 你们听过 我们在讲义当中 约列有提到 等一下会给各位讲 基本上就是说 原来我们对生命的看法 会产生这个生命当中的 会有一种对应的形态 那这个就很特别注意喔 那因为呢 这我觉得这个字也不好 不然这叫情绪障碍 那各位就讲了 老师可是我对障碍还是不太懂欸 来我们快速的给各位讲一下 让各位呢 对生命障碍者呢 有一个全世界共通的基本的看法 其中第一个 叫做智能障碍 那智能障碍的定义是基本的 像我们在章师那里 如果各位要接受特殊教育的话 老师上课的时候 一定用智能障碍先接触起来 老师什么是智能障碍啊 我讲答案的话 各位比较容易懂 就这个人大脑损伤以后 造成这个人啊 读书也不行 做任何事情 样样都不太行 就叫做智能障碍 欸老师这个我知道啦 可是我们等一下要介绍一种喔 有一些人呢 他大脑只有轻微的损伤 造成这个人啊 做什么事情都可以 可是只有读书考试不太行 欸老师我觉得你好像说我欸 我在台大读书有书也不太行 那这有什么障碍呢 那个叫做学习障碍 有没有听过啊 有听过的举手一下 不过那个要鉴定才可以啦 我们等一下会跟各位讲 那我们今天看一下学理的定义 学理的定义只要符合两项 大概就是属于智能障碍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人做 卫视智力测验 标准化的智力测验 这个人的智力啊 基本上平常的人低 要低到什么状况下呢 低到基本上在平均数的 负量的标准差以下 那这个学理的状况下 有些人可能就听不太懂 那我稍微简单的讲一下 原来呢 我们基本上在做智力测验的时候 会有个常模 有没有就把全世界的人做来考试的时候呢 全世界的人会落在哪个地方啊 会落成一个叫做常态曲线 这是我们在做那个 特殊教育当中常见的 那有的专家就讲了 老师啊你不要讲这么复杂啊 可不可以用简单的字眼讲啊 简单的字眼我可以跟各位介绍 有更简单的字眼 更简单的字眼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呢 简单的讲就用百分等级 就是说这个人呢在100个人当中 如果他排名在第三名以下 老师第三名不是很好的吗 不是哦 第三名就是100个人赢几个人啊 赢3个人 这个叫做百分等级 如果大概百分等级呢 是在3以下 我们就叫做智能障碍 因为老师我听不太懂 什么叫做自优啊 自优很简单 我们这种的解释呢 也差不多跟这个领域一下 就这个人呢 百分等级是97 就叫做自优生 就是100个人赢几个人啊 97个人 老师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这是一种全面 其实上没有固定的公式了 那只是早期的一些专家 他认为这样子能比较好照顾啊 所以以前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以前我一个老师就提出20 20哦 他说应该是百分等级20啊 跟这个什么呢 这20跟20的全部都可以哦 如果这样子的话不得了 接受特殊教育的人就很多了啊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叫做常态曲线 我们如果把全世界人呢 过来测验的时候呢 全世界人会落成中型曲线哦 这个跟高师定理很像哦 那有的专家就讲 诶 这个常态曲线啊 中间的地方就是平均数哦 我们从平均数左边分成五个等份 右边分成五个等份 就发现每一个等份啊 诶 把它切成一半 相对应的距离都是相等哦 而且落的比例啊很奇特 在平均数的 互1跟互2左右的一个地方 总共有34.13的人落在这个地方 然后互1跟互2呢有13.59 在互两个标准差的地方 刚好百分等级多少啊 3 然后呢在这两个标准差的地方 刚好百分等级多少啊 97 所以过来很多的专家就讲 哦 智能障碍哦 就是在平均数哦 不两个标准差以下的 就叫做智能障碍 而且每差一个标准差 差一个等级 就是腹2到腹3是属于轻骨的 腹3到腹4是属于中度的 腹4到腹5是重度的 那各位说老师 你这样讲太快我听不太懂了 对我来讲意义不太大 我来讲台话各位就懂了 因为一般来讲 我们要给一个人看 有没有智能障碍 会做智力测验 智力测验是属于认知测验 认知测验可以分成三种 一种是测与生俱来的 叫做智力测验 一种是测现在的认知测验 叫做成就测验 像各位同学如果要考 去国外读书的话要考GRE GRE是主要性向测验 测量未来的认知能力 叫做性向测验 所以智力是测与生俱来的 那专家就编了13种分测验 总最高的分数大概180分 那每一个测验当中得到的分数呢 就发现智力测验的平均数是100分 一个标准差是15分 所以如果这个人做了 卫生智力测验以后 得到的结果是在平均数的 不良的标准差 算算成数学就是100-15x2 70分以下就叫做智能障碍 这样了解吗 那如果再讲成数语的话 就是69分到55分是轻度的 54到40是重度的 39到25是重度的 24以下是几重度的 老师我不太懂了 没有关系 我们讲白话我们各位知道 根据我们国家卫生署的等级 如果这个人有智能障碍 就相当于大人 心智年龄的几岁啊 各位容易记得哦 相当于大人都在12岁以下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简单的列 就是如果这个人是智能障碍的话 他的心智年龄呢 相当于成人的几岁啊 12岁以下 每差3岁差个等级 拿轻度的智能障碍 相当于大人的心智年龄 9到12岁 那中度的多少啊 6到9 重度的3到6 集中度0到3 换成白话我们哦 再问一下各位 如果这个人有智能障碍 他的心智年龄相当于一般人的 几岁以下啊 12岁以下都会好厉害 没有错 那各位说老师 我知道我们国家有儿童地 少年吴立华 你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人只要有智能障碍 他的智能能力就像小孩子差不多吗 没有错 这个是智能障碍的定义 那各位叔叔说老师 那这样他的生活各方面照顾 就会很辛苦咯 没有错 我们要照顾这个人 就要花很多的时间 那这个是智能障碍的部分 跟各位讲 那这种人站的比例高不高啊 在我们特教界当中比例很高 尤其在教育阶段当中 那我们会给他相关的服务 可是除了这个以外 各位听过海伦凯乐啊 海伦凯乐是属于盲多长 眼睛看不见 那各位觉得自己眼镜很好 请举手一下 老师我眼睛也不太好咧 没有错 各位知道很多人戴眼镜哦 那什么时候的障碍啊 其实呢各位 你戴眼镜以后 其实上我们本身都有障碍 只是说各位可能不太清楚 老师 那这个障碍不是大家订的 我没有障碍啊 我没有障碍手册 没有错 因为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 根据我们国家的规定 如果你要接受特殊教育的话 你的视力要怎么样子啊 到0.3以下哦 它可以拿这个什么呢 视觉的障碍吗 不是 一般来讲就是说 你如果戴上眼镜以后 然后呢 你的视力还在0.3以下 基本上你就可以接受特殊教育 那如果在0.2以下 你就可以拿障碍手册 老师原来有一定的标准哦 没有错 这是我们常见的视觉障碍哦 那各位同学你们知道哦 我们等一下会给各位看一个影片 这个影片是我们压轴的影片 基本上会讲到一个非常有名的男歌星 叫做安德烈波切莉 有听过他唱歌的请举手一下 各位都很了不起哦 因为各位知道 加拿大一个很有名的歌星 叫做舍利比翁 他说如果你听过安德烈波切莉的声音 就如同听到上帝的声音一样 但是各位注意哦 他基本上他是有视觉障碍的 可是各位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他 摆在我们压轴给各位看啊 要给各位扭转一下 原来我们对视障呢 也常常会有错误的解读跟认知 真的吗 来我们准备给各位看一个影片 这个影片在网络当中流传很多啊 这影片是有个乐团叫做Kiss 唱了一首歌 叫做Beautiful Because I am a Girl 有听过这首歌的请举手一下 没有听过啊 因为这首歌呢 基本上是根据一个正式故事当中改编的 为什么改编呢 因为很多人对视障 常常呢会抱有同情 哇他看不见哦 基本上要同情 那这个是好事 就是让我们生命当中 可以产生延迷之心 可是有时候呢 会产生错误的解误 错误的解误当中 就会产生一些误会 跟不必要的一些解释 那这个影片当中呢 稍微给各位稍微讲一下 里面呢 故事当中 有一些男生会旁白 女生也一直会唱歌 女生很哀怨的讲说 我不希望你幸福啦 你这个男人够好 为什么呢 因为女生说他看不见的时候呢 这个男生离开他了 就很哀怨 因为这个女生眼睛过来看不见 所以他也这样的一种情形 那我们等一下再看他的故事 那另外呢 这个男生讲 我不管怎么样 我都爱你 那故事实际上是根据一个车祸当中 产生的 一个女生失去双眼 失去双眼以后 男生就跟他讲 我不要分手了 我没有办法跟你在一起 后来就因为这样的状况 改变了这个故事 那这个故事呢 基本上在网路当中也很有名 那基本上呢 刚才讲过了 因为网路当中在YouTube当中 可能还是有点版权 不过我们基本上 稍微给各位看一下 这是Kiss的一首歌 那这首歌当中呢 描述的感觉跟想法 基本上 有些人说 老师啊 这个故事到底要表示什么意思啊 我们去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在哪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有看过的举手一下 那这个可能不适合 不适合录喔 因为我不晓得它有感觉 不过我们稍微给各位看一下 不过各位可以开会看一下 开头的地方 那我稍微讲一下故事的梗盖 方便各位稍微了解 故事的梗盖是讲一个女孩子 她是一个底龙师 美龙师 意外当中邂逅了一个什么样子啊 一个很年轻的摄影师 然后呢她们就在一起 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可是好情不长喔 结果有一天这个女生 眼睛看不见了 然后后来男生就离开她了 然后呢各位说故事有结局吗 故事没有结局 但是很感人 但是我们希望各位看了这个故事 以后可以了解它里面 可能隐藏后面的 对身心障碍者的一些看法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因为各位知道 这个影片当中 有些东西不见得是正确的 但是很多人看了以后很感动 为什么呢 因为她觉得适当者就是这样子 不过我们还是给各位休息一下 我们休息十分钟 下期上课我们再进来讨论 休息一下 所以我们现在还没证实开始吧 还没证实开始 只是先确认一下而已 妇认一下 是啊 是啊 我没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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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的課程啊 對文化的課程可能對大家來說有點難 所以剛剛我看到有一些人 有點冷的神流了 所以我們自己就來演刺激零 等一下我先把那個複墊名點完 秋雲瑞,秋雲瑞有來嗎? OK,好 來那個蔡雲哲 好 還有一個轉學號 轉學號有來嗎? 好 等一下 玉瑩有來嗎? 紅玉瑞有來 妳是哪位? 我忘記名字,妳是哪位? 小玲,OK 好 好 我現在再調查一次 認為台大是一個多別文化的 教練的請舉動 好 OK,請坐到這邊來 坐滿為止 坐這一排的三個喔 坐滿為止 其他的人就可以往這邊移動了 對,至於那妳就搬一個我直接跟她們抽一組 妳就直接這樣 欸,所以反方的很多喔 我看一下反方做不做的嗎? 反方有多出來的嗎? 靈靈妳在哪一方? 妳是贊成還是反對? 我 妳是贊成台大是一個多元文化的校園嗎? 贊成讓妳坐這邊 嗯,這樣子好了 至於妳跟柏湯,妳跟柏湯那組 然後靈靈妳去後面高談那一組 好,現在我們要請每一個小組 妳們自己先討論一輪 就是妳們覺得什麼是多元文化 然後妳們自己舉出妳們自己想的例子 很快的就是把多元文化這個概念想清楚 然後把妳的例子想出來 就做這個工作就好 現在每一個小組自己討論 對,妳先講因為妳要有人自己的紀錄喔 對,妳先講,妳要有人自己的紀錄喔 然後來一個,妳先講 那妳先講好不好 幫我先講 對阿 妳先主力嘛 怎樣 第一個就是多元文化的定義 你們每個人順一見就是妳覺得定義是什麼 第二個就是妳舉出妳自己想的那個例子 因為我們之前跟我講過了嘛 可以嗎? 來自主,等一下 誰要定個 對阿 那妳們也要定個 是同樣定議的嗎 對阿 那妳要不要再接受這個工作 對阿 好,再開始 OK 好,下一個是要講的 不是,你第一個就先討論多維文化的定義是什麼 第二個就是你舉例,因為你現在已經是在反方了嘛 所以你不用再講的立場 你快點留8分鐘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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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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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個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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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會有什麼 好,OK 在佩恩的這個地理裡面 我們又看到另外一個什麼東西在這裡 也就是換句話說 我們所謂的文化的東西 它是需要在你的生活當中 跟你整個互動的過程 跟整個的tontest 在整個的環境裡面 你是需要怎麼樣? 它是需要去 這個文化本身來講 本身來講它是被建構出來的 至於怎麼建構 這個就牽涉到非常複雜的東西了 那我們等會講 好,這個是同學們對文化的定義 其實我真的非常的這個欽佩 各位同學其實文化的定義非常的清楚 而且很多東西有涵蓋出去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團結就是力量 比如說我自己一個人的東西不見得看得出來 我可以把文化講得非常的完整 但是如果是全班同學來談文化的時候 其實我們剛才用了幾位同學的對文化定義裡面 你會發覺第一個 大致上來講跟你以前唸過的書裡面 《功名》或是其他裡面 文化的傳統定義裡面差不多了 所以表示同學們呢 可能在以前對文化研究的也蠻多的 你看一下我今天用了三個學者 英國、美國 還有我們自己國內的學者 講的這是傳統上的 他講的就是剛才我們同學講的 一群人在一個地方 然後透過一些共同生活以後 建立了一個共識 我們共識以後呢 那麼把它保留起來傳承下去 那麼大概這個共識裡面的產品 大概是哪些 我們在這個定義裡面 他講的像比如說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 還有一些能力跟習慣 或者是一些生活所有的一個總和 好 這是傳統的定義 這是我們通常習慣的 但是接下來我要跟各位同學介紹的就是 其實現在我們講的文化裡面 除了這個傳統定義以外 其實我們已經有更多包含在裡面 所以你會發現從以前18世紀 我們認為文化只有什麼才能夠稱為文化 所以這個產品一定就是高尚 或是具有一定水準的 就是所以它需要培養 那麼因此像古典音樂 像這個美術、像舞蹈 這種東西不是普通人力生活裡面的產品 那如果是人力生活的一些生活習慣 我們是不稱為文化的 這種方法就會聽到你是很沒有文化的人 為什麼 是因為我又沒有學音樂 又沒有學樂器 我也不會讀 我也不會各國、各六、七國語言 然後我也不會跳舞 所以我是沒有文化的人 這是18世紀傳統對文化的一個狀況 換句話說 我們認為文化是需要經過培養 那麼怎麼樣東西才需要經過培養 一定是比較複雜 那麼通常只有少部分人他才能夠做的 好 接下來進步到慢慢的在19世紀的時候 已經沒有那麼多貴族 然後階級的狀況也那麼多了以後 我們就覺得它其實是一個生活上的一些產品 一些環球上的東西 但是因為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覺得它這個能夠代表我們這一群人 在這個地區裡面的某一些特質 所以我們希望從一代一代的傳下來 所以我們在19世紀的時候 我們認為文化就是一些 我們這個群體的人認為是好的 是一個傳統東西 我們要把它傳下來的 就叫文化 好 那麼這是我們在18、19世紀裡面 這個文化的概念 到後來慢慢的 其實大家就開始越來越普遍 我們開始講到文化本身來講 其實它就是一些符號 或者是一些一個符號系統 比如說我剛才講到的語言 我剛才講到的文字 那麼這都是符號系統 來把這個文化把它表徵出來 那麼甚至像我們很多國家 它要怎麼樣區別 它跟別人不一樣 所以它就會設計它的Lego、Logo 或者是它的國籍、國歌 當我看到這樣子一念 一念四方方的東西的時候 我就會有某一些的情緒或情感出來 那麼這都是一種符號 那麼當然相對來講 當你開始把文化 開始用一些比較抽象的語言文字 符號的代表的時候 其實就會產生一些動機跟情緒 所以換句話說 我這個地方要再加上文化 我們必須要談一個有關情緒上面的東西 也就是認同 所以換句話說 你雖然身在這個 你雖然住在這個地方 然後跟一群人共同生活 你也是講同樣的語言 然後產生同樣的行為、習俗 但是如果你沒有這個情緒 沒有這個東西的時候 換句話說 你對這樣子的一個群體的文化 你是沒有認同的 那這樣的情況下是 可能是會有一些問題的 這就是為什麼現在我們在談文化 在談國家的某一些中期的時候 其實這個認同、文化認同、族群認同、群體認同、國家認同 其實可能會變成是一個因素 那當然相對來講 這個認同的一個情況下 怎麼樣我們才會有一個很強的認同、很弱的認同 那當然這個當中在政治裡面 它就會有一些問題 在我們國家可能這個問題的狀況還不小 好,這是講到第四種 接下來我們看第五個 也就是說我們剛才講過 你什麼樣的東西 我們決定把它傳承下來 決定去宣揚 然後讓我們的後代指針 能夠繼續把它保存下去 所以不斷的創新 其實基本上來講 什麼樣的文化我們要保存 什麼樣的文化我們要讓它慢慢的被淘汰、被消失 這其實基本上有所謂的權力 權力的分配在裡面 那麼因為它是經過建構的 它是基本上來講 是經過某一些這個互動的狀況 下面我們把它建構出來的 那麼另外一個第六個 這個地方要跟同學稍微講一下 就是所謂它認為文化 它是存在於我們這個 每一個社群的食物當中 換句話說 今天我雖然生活在一個大的區域裡面 我生活在台灣 可是在台灣裡面 我自己本身我可能住在屏東 我可能住在高雄 我可能住在台南 那麼我每一個地區 我們有屬於我們那個地區 一個小群體裡面的一個食物 一個生活食物 一種生活行為 那麼這個地方 我們認為它也屬於文化 它也屬於文化 好 各位同學 我跟同學介紹了非常多文化的不同面向 你最會發覺 其實我們現在在談文化的時候 它的文化所包含的東西 已經越來越複雜了 好 那麼因此基本上來講 我們看幾個 那麼文化本身來講 它通常被認為是我們人類活動的產物 所以在我們當中 有時候你會覺得它是一種習慣 因為有時候根本就不用說 我今天講話為什麼這樣講 你就不會去研究它的文化結構了 對不對 我今天為什麼吃飯的時候 我可以很自然的去用這個筷子 或者等等 那麼對你來講 其實生活上的習慣 你因為這樣的習慣 你慢慢用這樣子的一種 用文化的把它當作某一種工具 那麼來讓你去擴展你的文化 那麼你越多累積的能力 或是累積的東西就越來越多 但是問題是從整體上來講的話 從具觀的角度來看的話 文化本身它是在學習 擁有跟轉變的當中 它是牽涉到權力的 所以我想就比如說在四、五名年代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可能比較活動 比較比較朋友的文化 是所謂的大中國文化 中國文化 但是等到我們台灣民主越來越進步 我們開始越來越 我們自己的主體意識的情況下 你會發覺現在 我們在我們的國內裡面 我們的文化裡面 我們可能強調的東西 很可能就是我們屬於我們台灣 自己的文化 各方面的狀況 所以它基本上來講 它是牽涉到權力 當然在政治的運作方面 怎麼樣去運作它是會有影響的 那麼所以它是一種建構 是歷史跟個人經營的結果 好 這個是講到這個文化的部分 那當然文化裡面有明顯的 有看不到的 明顯就是我們外面看到的東西 就是你在第一週還是第二週 我們你看的那個 Yoke University的那個影片裡面 所以它介紹各國文化 你今天再看到的都是表面上可以看到的 但是有一些東西文化是隱含的價值 或者是它後面的一些理念的東西 這個部分其實是比較複雜的 但是也因為有很多是屬於隱含的部分 而這種隱含的部分其實影響非常的深遠 所以就是為什麼我們發覺有的時候 很多文化在一起的時候 會產生一些衝突 是表面上表面的文化看起來都沒問題 可是隱含的文化裡面就產生了一些衝突 或產生了一些挑戰性的東西 好 那麼這是講到文化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要看什麼叫多元文化 就是不同來講的文化裡面把它合在一起 那同樣的我們跟同學介紹一下 就是這個念上的定義 就是一個集團的群體 或者是社會共同體 或者是區域聯合體的這個系統裡面 它們構存在一起相互聯繫 而且各自具有獨立文化特徵的 兩種以上的文化在一起 我們叫做多元文化 好 這個字面看起來很生意 但是同學慢慢去體會 這張是我在倫敦的那個國會大廈廣場拍的 那基本上來講就是差了各國的國旗 那那樣的情況你會發覺 這有的時候你在看 它基本上就是你今天可能是區域聯合體 像我們現在所謂的這個歐洲的區域聯合體 那麼它本身來講的話 它可能就是除了國家以外 那每一個國家 它有它自己國家文化裡面所代表的東西 那麼這是一個大的巨型文化 就是所謂的國家文化 好 那麼可能是這樣 我們也有可能在一個國家裡面 比如說在英國裡面 我們可能有一些共存在一起的 它裡面它可能有 它有不同好幾種文化 或是像我們台灣 我們這樣子一個國家裡面 我們有不同的 比如說我們有原住民文化 我們有客家文化 我們有閩南文化 可能還有所謂的外省文化 那麼你是共同存在的 彼此互相有聯繫 然後但是各自獨立的 我們如果你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就稱你是多元文化的社會 所以我看這個題目 你這個圖整個來講 你這個國家是一個大型的一個狀況 那什麼叫多元文化 在這個國家的一個大型的文化裡面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國家的價值 國家的一個區域 然後國家裡面 一群人在這個台灣這個地方 我們共同生活 所以我們會有一些習俗價值跟語言文字 是我們整個在台灣這個政治區域裡面 我們所呈現出來的 但是在這個國家裡面 我們會有一些微型文化 那麼我剛才講過 剛才文化的特質裡面 最後一點 也就是我們國間會強調在地的東西 好 所以我很可能是客家人 所以我有我客家裡面的 屬有我在地裡面的的一些特質 那這個特質跟這個國家的巨型文化 是有一些差別的 可是核心價值是相同的 也就是換句話說 我們今天每一個生活在台灣這個地區的 所謂的台灣的國家文化裡面 我們有某一些屬於我們整體的 這個巨型文化裡面的一些核心價值 這個東西是跟可能是跟美國 跟英國或者是跟香港 或者是跟其他地方的人是不一樣的 可是在我們的巨型文化裡面 我們每一個 我們還是有一些所謂的小型的不同 根據你本身你local的社群 然後你在地的社群的不同 會產生這樣的狀況 好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各位同學 你就要思考今天社會上 大致上來講 每一個國家或者是每一個地區裡面 都會出現這樣子的圈圈的關係 的一個情況下 多元文化就是很必要的 因為你會發覺你每一在你的生活當中 在你的這個社區裡面 你常常會看到不一樣的 微型文化在裡面 即使是在一個相同的 台灣的一個大的這個國家裡面 或者是像美國這樣的文化裡面 加拿大的文化裡面都會有 那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到底我們怎麼樣才能夠真正稱為 是具有多元文化精神 或多元文化裡面的呢 同樣的 我們各位同學也有你們自己的看法 而且我覺得還非常棒 所以我們就 當然我們是不能給我拉 所以你如果出現在上面兩張的話 這兩張就不會出現你了 所以沒有所謂的 因為 所以這是我支持輪流 要每個同學都能夠秀出來 所以你們再看一下 我們這邊有好幾位同學 那麼 我們先從最下面好嗎? 因為最下面一行大家都看不到 所以可不可以請佩成念一下 你不一寫的好嗎? 什麼是多元文化的裡面 你的看法是什麼? 對個人而言 其實有在群體中是群體中的 好,OK 佩成他把多元文化裡面 有區分到個人跟群體裡面 這個我們都會講到那個Pinca 他講的多元文化的那個主義的東西 你看那一篇很複雜的文章 什麼他其實有看到 也就是對個人來講 他可能是要一種自由 在群體當中 我們可能要彼此故鄉的尊重 尊承認 好,接下來我們一樣 那個余瑞 余瑞有來嗎?余瑞 余瑞,麻煩你念一下你的好嗎? 好,OK 所以他強調的是 文化間的交流跟融合 產生豐富的生活方式 上面的部分同學們可以讀嘛 雖然會有點吃力 但是同學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麼這個地方 同學們提到的就是我們今天在多元文化裡面 我們應該要用一種什麼樣的一種態度 可能是一種尊重、包容 然後可以去欣賞別人的一些優點 激盪出來我們自己文化當中的一些東西 所以在這個slide裡面 同學們的可能比較集中的是在 我們接收這些不同文化的這個組體 這個文化本身的這個接收者的這個文化裡面 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態度 然後我們可以得到什麼樣的一種情況 好,是在這個裡面 接下來我們看下一章 下一章裡面我們有四位同學 子彥、六寧、高涵、金澤是嗎? 我有名字嗎?金澤是嗎? 雲 雲,雲哲對不起 雲哲麻煩你開... 唸一下你自己的好嗎? 我認為是國際不看明天那是不一樣的 如果是認為某種文化 不管是可能會有好 大家還是要說 好,這是雲哲他的看法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子彥 子彥在哪?子彥 好,來,子彥幫我們唸一下 聲音盡量大一點好了 各自的發展性 跟某種環境不同 其實相對方向 但是我們找到的不同文化 有各自是很有缺點 沒有實在最多 可能要接下來就比較多狀態 好,OK 這個子彥也講 同樣的他講到說 基本上來講就是你今天 這個文化他應該有他各自的特性 那我們必須要去了解差異性 然後沒有什麼誰好誰壞 我是比較優秀的獨流文化 然後非獨流文化 或者是小眾文化等等類似上的部分 接下來我可不可以請那個佑寧 佑寧?來,佑寧在嗎? 好,佑寧不在那,高寒 來,高寒麻煩念一下 好,OK 高寒的這個他講的這個想法呢 又開始有了下一個換句話說 在這樣子一種包容尊重 或者是了解有不同的一個情況 我們用這種態度以後 我們是不是可以去思考 我們要怎麼樣去改善 這些弱勢族群 他的不平等待遇 那麼因此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你之所以要練 這麼多多元文化東西 就是因為在我們人類 一群人在一個地方共同生活 有這麼多文化在一起之後呢 互相激盪經過某些權力的建構 等等發生了一些問題 發生了剛才講的 可能有弱勢 可能有不同以後 有一些人可能被打壓 有一些人可能要被 要被慢慢的 被這個不平等待遇 然後最後他可能受到某一些 可能會導致他一個沒有辦法 很有尊嚴的生活 那麼因此才會產生多元文化的某一些運動 或者是民主改革的運動 這個地方我想我們要做的 最典型的介紹就是美國的民權運動 而我們今天整個世界談中元文化 事實上來講起源就來自於美國的民權運動 因為那個時候美國裡面的黑奴 到後來成為他們的公民之後 他的所謂的黑人 跟他們的本身的這個主流的這個族群當中 會有一些問題 而且是非常不平等的待遇 如果你念過歷史了 這個地方我們就不重複了 在那個時候在193幾年40年的時候 他們雖然已經被接受他是美國的公民 但是都是二人公民 那麼第一個他們很清楚的是一定是分開 黑白分開 所以社區一定是黑人住黑人的 白人住白人的 所以你黑人不管你再有錢 你不能到白人的社區裡面去買房子住在那邊 同樣的你不能上白人的學校 我如果是黑人的小孩的話 我只能上黑人學校 好在餐廳裡面一樣有完全黑人是不能進去的 白人的餐廳 然後黑人 然後同樣的在廁所前面的那個喝水的那個台子有沒有 如果看過影片的話 就是有在那邊寫那個是黑人專用的 這是一個小小的那邊 然後還有白人專用的 在公車的地方 有一些州的公車上車的時候 白人是坐前面 黑人只能坐後面 那麼因此他們發生了很多狀況 然後在1950年的時候 有一位黑人的女性 她就是坐在公車的前面 然後她被一個黑人的男生 被一個白的男生感到說 你今天不應該坐 不應該要坐前面 你這個黑人女生 你應該要滾到後面去 但是她堅決不讓座的一個狀況 像她當然她被抓起來了 被抓起來 然後做什麼是阻碼 但也因為這樣激起了全美國 從那個運動 從那個事件開始 激起了全美國黑人的 所謂的爭取她人權的一個運動 那麼當然她有經過某些狀況 所以因為這樣子的一個過程當中 他們慢慢努力到1954年的時候 美國開始最高法院開始 它廢除公立學校 不能有種族隔離制度 換句話說 不能再有所謂的白人學校、黑人學校 你應該每個人都可以上 好 這個學 各位同學知道 當你這個法院出來 你要實際執行的時候 其實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 所以才會發生了所謂的1957年 看到沒有 這個比較保守、比較難過的州 雖然最高法院已經廢復了 種族隔離制度 可是很多學校還是不願意收黑人學生 好 有一次呢 那個公立高中的學校 他沒有辦法 因為法院規律 他必須要收 那九名黑人學校 他說這是我的權利 我為什麼不去 他就要開始去上學 這個時候州長 他竟然派國家警察 來鼓指這九名黑人去上學 好 那個當然這樣的情況下 是違反了國家的這個精神和法律 所以總統就派出軍隊來保護那九個人 讓他去上學 好 這是在1957年 1962年的時候 他們開始因為有一個黑人學校 有一個黑人要去上一所白人的這個大學 那麼同樣提起很大的反彈 重要的反彈是來自於白人的這些民眾 那麼所以總統還是要派部隊去保護 也就是說換句話 你要用強勢的方法去要求人民去做改變 但是事實上是非常困難 沒有那麼容易 那麼當然1963年金恩博士的 I have a dream的演講 我想大家都應該非常清楚 經過這樣子非常久的努力下來以後 在1964年到1968年的時候 他才通過了一個所謂的保障非裔美人 和其他少數民族的政治和公共權利 好 好 這個地方 我想要介紹同學們去看 推薦同學們去看一個這個一部電影 但是這部電影可能 我們台灣好像 你們先看一下 因為這個電影蠻爛的 你看看喔 因為這個電影蠻爽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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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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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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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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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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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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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